因眷村文化保存資源不足 建議政府成立眷村事務委員會與眷村文化研究所 協助推動眷村文化 第三 國防部 文化部各地縣市政府協調眷村文化保存事宜等 由此可見 國防部在眷村文化保存上 無論就政策 施政 資源都亟待改善 原此 建請國防部邀及文化部及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 召開推動眷村文化會議 回應眷村文化推動者之意見 促使政府與民間團體一同落實眷村文化保存 提案人 劉世芳 呂孫玲 羅志正 黃國書 吳思瑶 許志傑 張廖萬間 決議修正通過 二 針對國防部對司法院大法官市自第727號解釋文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涉各種情勢 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 註銷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權益 並註銷頒簽補助費及拆簽補償費等 嫌任法益權衡未爭妥事 要求檢討改建一節 迄今已一年有餘 卻仍未見具體檢討成果 要求應急改善 並未展現國防部改善誠意 應急依法院訴訟程序暫時停止相關不同意改建後明示訴訟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部分條文修法結果 再行後續全班 必立全案圓容 提案人 江啟臣 呂玉玲 徐志榮 黃昭順 決議修正通過 以上宣讀 好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上次會議議事有遺漏或者錯誤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議事確定 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外交部部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報告 近來中干復礁 我國漁船充之鳥礁海域遭日本強扣 肯亞及馬來西亞將我國籍詐騙犯遣送中國大陸 WHA邀請函 池衛送達等重大外交事件 對我國際關係可能造成之困境及因應作為 並請國防部 法務部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警政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列席 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今天與會的列席的官員 還有本委員會的委員 首先 外交部的部分 有外交部政務次長侯青山 亞太師副師長林恩貞 亞協副秘書長周學佑 亞非師副師長鄭偉 歐洲師師長高安 北美師副師長姚金翔 拉美師副參事林昭宏 顏社會副主任劉金言 國主事師長徐沛永 禮賓處處長張雲平 另外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周美武 國家安全局第一處副處長陳國順 第三處副處長賴韻成 第四處處長潘向前 工情中心主任戴詠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施惠芳 企劃處處處長胡愛玲 法政處副處長周明銳 國防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市次長周浩宇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戰備訓練處處長黃又明 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師副師長戴東利 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主機兼許明暉 農委會漁業署副署長黃洪彥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長呂春長 海恩巡防署常務副署長龔光宇 海恩巡防署處處長由蔡長夢 海岸總局副總局長呂周典 海務副主長廖雲宏 海岸總局監管組組長黃明方 以上是我們今天列席的單位 那另外本院委員在場的有 劉士芳委員 羅志正委員 王定允委員 林常佐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外交部侯次長 就我們今天的主題來做口頭的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本人今天應邀向大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就甘比亞與中國大陸副交 我漁船在沖織鳥礁海域遭日本強扣 肯亞及馬來西亞將我國籍詐騙犯遣送中國大陸 WHA邀請韓 宋達等重大外交事件 對我國際關係可能造成的困境及因應作為進行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 林給予指教 下面簡單就各重大外交事件做報告 第一 甘比亞與中國大陸的副交 民國102年11月14日 甘比亞甲梅總統突然致函馬總統表示 基於甘國戰略利益 片面與我國終止外交關係 外交部立即派遣前駐甘比亞大使史瑞曲赴甘 說明我方立場 維京速度努力能無法挽回 我國在當月22日宣布與甘國斷交 並終止各項雙邊合作計畫 經過本部多方查證 中國大陸當時並未介入本案 主要原因是 甘美總統個人刑事風格及當年年初向我額外請援為國之反應 本部在105年3月17日獲悉中國大陸與甘比亞將於當日晚間簽署 複交公報及進行查證並掌握及時狀況 當晚大陸外交部網站公布甘比亞與中國大陸在北京簽署複交公報 宣布自當日起恢復大使級的外交關係 近年來甘比亞經濟蕭條 財政狀況每況愈下 甘國政府陷入財政收入嚴重短處問題 由於甘比亞人權紀錄不佳 且與歐美等國關係惡化 無法獲得西方國家重大援助 少數能對甘國提供低利優惠貸款的國際貨幣基金 及非洲開發銀行益彩保守觀望態度 甘比亞中農為了提振經濟景氣 紓解民眾生活困頓情緒不滿的壓力 急需外援以改善經濟 駕於中國大陸經濟崛起 甘方有所期盼 所以才有甘路復交之舉 第二 肯亞將我國籍詐騙犯遣返遣送中國大陸 肯亞警方是在民國103年11月30日分兩批 逮捕一次跨國電信詐騙人士 其中共有28名為我國籍 並以多項罪名起訴 肯亞警方是同年12月22日逮捕第三批10名 無身份證明之國人 並起訴 法院審理期間 我駐南非代表處軍派員 前往肯亞掌握進展 該10名國人或肯亞地方法院判刑 判繳發言後 先由我接運回台 本年的4月5日 法庭對第一批犯嫌判決無罪 當庭釋放 並獻其離境 為取等於法院宣判後及被大陸駐肯亞訴管人員 聯合肯亞警方禁至法院代往警局非法拘押 我駐南非代表處到警局抗議及違法拘留我國人 為警局主管不予理會 8日 陸方 你將其中8名我國籍涉案人士 及2名陸籍涉案人士遣送至中國大陸 我立即會同涉案國人之辯護律師 緊急向奈洛比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禁止警方將10名涉案國人遣送他地 並趕地肯亞機場阻止 為因肯亞警方及海關人員偷援阻擋 無法及時攔阻我國人押解覆論 4月8日肯亞警方另外逮捕一批 疑似電信詐騙案的22名我國籍嫌犯 我駐南非陳代表陳忠於11日干抵肯亞 並且率同同仁及國人之辯護律師 在警局徹夜守候 阻擋肯亞警方之遣送作業 為在肯方強勢遣送作業下 我涉案國人能被送往中國大陸 案發時外交部及指示駐南非代表處 積極進撬肯亞政府放棄對本案我國人的司法管轄權 並設法參與調查與確保涉案國人的權益 本案因為我國與肯亞無邦交 意味在肯亞社處 該國業務是由我駐南非代表處兼俠 但兩地相隔3000公里 平日我無常駐人員 對肯亞的影響力有限 而陸方跟肯方雙方官方關係甚為密切 以至於肯國相關單位願意配合陸方的請求 將我國人遣送大陸 第三 馬來西亞將我國籍詐騙犯遣送中國大陸 本年3月25日至26日 既有52名我國人因涉及跨國電信詐騙案 遭馬來西亞政府逮捕及拘留 其中20名我國籍嫌犯在上月4月15日遣返我國 住處處機及恰請馬方 謹述將所於我國嫌犯 依國籍管轄原則遣返我國外本部 外交部刑事局及住處與馬方通力合作 迅速完成調查並掌握相關卷證 確保彼等反國後可由檢調單位辦理生涯及後續偵辦 為馬國政府一反常態 持續推延辦理遣返作業 將我國籍嫌犯送往中國大陸 今後悉馬國擬將其餘32名我國籍嫌犯 送往中國大陸 外交部立即折承住處張大使祭平立洽 並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張大使親率同仁趕赴吉隆坡國際機場 全力洽阻 然因為馬國政府配合陸方全程低調進行 住處最後努力並未成功 該32名嫌犯能被強制送往廣州 本案期間本部及馬來西亞代表處 均隨時掌握訊息並積極處理 我當晚發表新聞稿表達遺憾與抗議 本部於第一時間向馬國駐華辦事處表達抗議立場 該處承諾立即將我行政院新聞稿 曾報馬國外交部參處 外交部令及指示張大使向馬國政府抗議 並要求馬國政府謹速向我方說明 促請馬方謹速與我國就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等合作 展開協商建立相關合作及交流機制 住處目前 需與馬國警方及移民單位密切聯繫留意馬方及陸方 對能遭馬國居遊之我國籍嫌犯動態 並要求馬方完成調查後 躺虛執行遣送本案嫌犯出境時 務必依國籍原則將我國籍嫌犯遣送回台 外交部已則稱目前能有我國籍詐騙嫌犯 上代住在國前反之管處 務必提高警覺隨時掌握涉嫌國人動態 並與駐在國政府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 以因應中國大陸再度施壓駐在國政府 將我國籍嫌犯送往中國大陸 第四我國漁船東盛級16號遭日本強行擴押案 本年4月24日晚外交部接候我一月署通知 通知東盛級16號在日本沖繩鳥礁附近公海 遭日本保安廳公務船尾隨並要求登船受檢 即在台北與東京展開交涉 為能於25日程在沖織鳥礁東南方213海裡處遭受扣捕 外交部即在台北及東京向日方嚴正表達 我政府對沖織鳥礁地位存有正義之立場 並要求日本尊重我國以及其他國家 在該公海海域航行及漁捕等權益 儘速釋放人船 我方多次向日本外務省保安廳及交流協會等嚴正抗議 並請日方以台日關係為重 儘速釋放人船務實問題長期化 為日方認定沖織鳥為島 主張享有200海裡專屬經濟區 我東盛級16號系未經許可在該區作業遭扣押 外交部持續向日方相關單位等嚴正交涉以抗議 並至船東及漁業署處後悉日方有關聚保及釋放人船的訊息 之後我船東將保證金電匯至住入代表處 外交部尊重家屬早日獲釋之期待 電告日方船東願繳付保證金 並電請住入處代船東繳交訴訟保證金 船東在26下午在橫濱獲釋人船已經在5月5日返抵小琉球 外交部持續向日方嚴正交涉 強調我國長期以來認定沖織鳥交為原交之立場 未來我行政院海巡署及漁業署將強力呼籲 表達我政府行為公海補漁自由反對日本違法 扣權及強力維護民權利之立場 呼籲雙方應基於台日友好密切關係 儘速展開協商建立通報機制 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日本交流協會及外務大臣岸田文雄 針對我方抗議以主張沖織鳥交並非島嶼以示 表示無法接受 為願基於維護兩國友好關係低調處理本案 並要求海巡署的海巡署 漁業署等單位勿派出船艦覆蓋海域 以免情勢升高危機台日關係及東亞和平安全 目前據我們了解 漁難號還有這個 巡附9號 漁業署的漁信2號 都已經在該海域 日方有四艘公務船在周邊 三到八海裡的地方借戶 第五 WHA邀請函辭未送達 外交部在4月7日獲知我政府後任衛生福利部部長 由該部前政務次長林作元升任後 即於第一時間請入內瓦辦事處通知WHO秘書處 以立WHO處理自我邀請函事宜 第六十九屆世界衛生大會定於本年5月23至28日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我方客積極爭取尋力受邀組團與會 外交部曾經請入內瓦辦事處 持續向世界衛生組織表達我政府將尋力專業務實參與 以維持現狀方式組團出席WHO之立場 敦促WHO儘速激發我邀請函 WHO曾多次告知駐進內瓦辦事處 我邀請函仍在作業中建議我方耐心等待 當然現在是5月6號 WHO當方面已經發出自我方的邀請函 下面就我國之外交上訴的困境及外交部因應作為 外交部除將持續密切掌握上述 個案發展妥善因應外 上街中干婦交肯亞及馬來西亞將我國籍嫌犯遣送大陸 我國漁船與沖之鳥交海域遭日方扣留 WHO邀請函等重大外交事件廣泛涉及國際司法 我國捕魚權國際參與及兩岸關係等領域 確實顯示我國除面臨特殊之國際環境外 更須隨時處理傳統及非傳統多元且複雜之外交挑戰 我外交人員均須以專業精神努力不懈 化危機為轉機 102年4月我國以日本簽署台日逾越協議 姐姐兩國長達40多年1月糾紛 雙方過去17年間即歷經16次正式會議 多次預備會議及協商 令我國請於本年4、5月間與英國簽署 台灣司法主管機關與大布列丁 即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主管機關間移交受刑人協議 為我據102年德國之後第二個與歐洲國家簽署的協議 未來雙方在平等互惠原則下 安排受刑人返回本國服刑 將可免除以原文化隔閡及探親不意之困擾 外交部近年來更努力推動達成緬甸、四水等地設處 正式加入美國全境入境計劃 推動享有免簽等入境便利待遇之國家與地區 迄今已經達到164個 不但實質拓展雙邊關係 更有利於國人出國旅遊及工作更便捷、更有尊嚴 外交政策及外交工作有其一貫性及延續性 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 我均需持續強化自身力量 凝聚共識一日對外 在我國特殊之外交處境下 更需要朝野及全體國人之支持與共同努力 外交部基於職責將根據秉持尊嚴、自主、務實、彈性的原則 以專業之精神推展外交工作 並在平等互惠基礎上鞏固邦誼 那國安局會長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陸委會副主委 不要補充嗎 來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陳盟貴委委員會的邀請 就本案有關的議題進行專題報告 以下僅提出檢要說明、盡情指教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政府針對陸干復教案已經表達立場 呼籲陸方避免採取單方負面作為 以維繫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那這個相關的應處情形 陸委會已經在3月21號應邀出席貴委員會時提出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充之鳥礁的議題 我政府維護余前的立場堅定 兩岸在這個議題上並沒有溝通合作的情形 馬總統和外交部都已明確表示 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島嶼的定義 充之鳥為岩礁、非島嶼 不能主張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 我政府維護余前的立場堅定 希望以和平溝通方式處理 兩岸在這個議題沒有溝通或合作的情形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政府積極爭取 參與今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的情形 我參與WHA是彰顯兩岸和平 在國際友善互動的外衣效益 國際參與為台灣民眾的基本權利 和長期關注的重點 從民國98年以來 在國人努力及國際社會 和中國大陸等各方面支持下 我方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A 分享在公共衛生及疾病預防的成功經驗 保障民眾健康安全 並且彰顯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 在國際良性互動的外衣效應 獲得台灣民意及國際社會的支持與肯定 陸委會針對陸方對我參與的說法 已經表達政府的嚴正立場 近期本會透過國台辦聯繫管道 還有首長熱線 說明我專業參與 對民眾衛生安全權益保障的重要性 並且呼籲陸方正視及尊重我方參與權利 及持續維繫兩岸和協穩定關係的立場 針對5月6號陸方宣稱 我參與WHA是在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協商下所做安排的談話 本會也向陸方表達政府的嚴正立場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兩岸互動的基礎 我方從未認同大陸的一中原則 過去八年來 政府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務實處理相關議題 開展良性互動的兩岸關係 我方主張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從來沒有認同大陸所謂的一中原則 我們認為陸方應務實面對兩岸分治的事實 後續本會將會關注情勢的發展 配合相關部會 共同努力在尊嚴平等的原則下 參與今年的WHA 有關肯亞馬來西亞案 將我國籍詐騙犯遣送大陸一事 本會提出簡要說明 法務部在之前已經率團附陸協商 本會後續將配合法務部 持續陸方溝通 未來本會仍將與各相關機關共同合作 本於兼顧人權還有司法正義的原則 配合協議主管機關法務部規劃 共同派員附陸溝通 在協議基礎上提升合作成效 以利打擊犯罪 保護受害人及實踐社會正義 有關大陸外交部對於堅持一中原則的 國家表示高度讚許的說法 我方絕不接受 這個包括4月11號大陸外交部 針對肯亞案的發言 還有4月12號 針對肯亞政府的長期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的一個發言 對此本會也嚴正表達 絕不接受 主張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有完整的司法管轄權 針對以上相關事件 本會將持續關注與掌握事態的發展 積極應處 並持續穩健務實推動兩岸關係 良性互動發展 必利於我對外關係發揮相輔相成的正面效益 以上說明 敬請指教 好 謝謝副主委 我們其他單位 國王部 法務部 衛福部 農委會 警政署 海巡署 那我們要做補充報告的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進行尋答 我們原力本委員會10加2分鐘 非本委員會8加2分鐘 10點半發言截止登記 那我們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林常佐委員發言 我們先請衛福部的代表 我們請衛福部的列席長官 貝勳 你好 我想先確認一下 因為在我們收到邀請函以後 他其實是要求我們今天要回函對不對 因為整個WHO的網站報名是到5月9號 今天是5月9號 所以他希望我們5月9號以前回函 我們今天回了嗎 還沒 還沒 那OK 那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再 其他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我們請陸委會副主委 請副主委被選 委員好 副主委辛苦了 我想大多數的台灣人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過去大家這個8年來政府忍辱負重 接受Chinese Taipei這樣子的稱呼 我想 呃不能接受 但是他其實本質上還是矮話嘛 對不對 因為剛才你的報告也講到其實 過去8年來政府主張應該是中華民國嘛 這個是呃在中華民國憲法下 我們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過去8年來是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 所以相較於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他還是矮話嘛 但是我們在九二共識之下去接受這個某一種安排 這個就是呃參與國際社會是事關台灣民眾的權益 也是我們的呃權利和義務 所以我想對我想這個我們簡單回答就好 相較於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也是矮話對吧 我想在很多國際參與的空間都有一定的呃參與的慣例 好 所以不確定這樣是不是矮話就對了 好 那我那我們現在回到你們剛剛講的這個 剛剛您所說的這個九二共識的部分 九二共識一宗個表你可不可以再詮釋一遍它的概念是什麼 九二共識一宗個表就是在當初 呃經過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寒電往來 雙方對一個中國內寒都各有堅持 所以經過寒電往來以後就是呃我們 呃海基會發一個文就是說 是不是在這個呃各自表述的範圍內 來做一個呃對一個一個中國的一個表述 那海協會回寒就表示尊重並且接受 呃我想 我們直接看一下我們的那個powerpoint上面 因為你講的還是蠻含糊的 那對於國人來講其實一直都不太有辦法確認 那我們整理過去多次你們的這個發言 我想九二共識應該就是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那兩方 一方在中國方面他主張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這邊過去八年來主張中國是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擱置這樣的主權爭議 互相交流 對話 合作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 我剛剛敘述的是 當年在九二共識的這個一個 一個寒電往來的情形 那在中華民國憲法 和兩岸條例的精神下 我們就是主張一中各表的各表 在我們是主張中華民國 概念上來講啦 台灣八成的人都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過過去九年來政府忍辱負重 接受不管叫中華台北或任何的民意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之下 去推動務實的這個外交以及兩岸的工作 在國際上面去發展實質的一些空間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 那所以我想我們請這個副主委你再聊一下 再來說明一下這個聯合國2758決議文的內容是什麼 2758決議文是在1971年的時候 聯合國做了一個決議 那主要的其實是在處理有關代表權的問題 那這個處理代表權問題事實上 並沒有辦法解決2300萬台灣民眾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2758決議 裡面他這個最後的結論 前面我們就不附述 結論就是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決議文 他等於九二共識嗎 這個在當初的 其實 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來 他不等於九二共識嗎 你看起來這個裡面 他有提到說一中各表嗎 有提到 擱置 主權爭議 那來 善意的交流 合作對話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剛剛我提到這是在1971年 那 那時空背景已經是不同 那跟九二共識的當初的基礎是 也不同 那這樣子為什麼總統府發言說 這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善意互動的延續咧 我想這邊 因為你也不是總統府 所以你很難替他們解釋 但是我很替各位不值 因為各位忍辱負重去接受 不是台灣民意認為的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為了要能夠推動台灣的這個外交空間 接受了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剛才在你們的報告裡面也說 這個決議文 現在這樣子的邀請和內容 不是當初的 不是現在政府認同的九二共識 可是馬政府 現在馬總統 他總統府卻說這是善意的表現 我覺得你們拚了八年 最後總統府他全面棄手 那最後還站在中國的立場 這我對 替你們覺得相當的不值 委員我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剛剛我提到這2758號決議文是1971年 那九二共識是 在1992年當初的一個共識的內容 那也因為有這個九二共識 所以我們有實際參與國際活動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你現在在打臉馬總統 因為你有九二共識所以有實際參與的空間 所以不是因為有這個決議文可以參與國際空間 現在他給你的邀請函是說附帶這個決議文 所以這不是善意的 結果馬總統 總統府說是善意的 所以你剛剛是不認同總統府 沒有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參與國際社會是全民的一個權利也是一個義務 所以你認同總統府的說法嗎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講法很 你為了要堅持這個不認同 可是你又不想要批評總統府 在這邊非常的模糊 我只要再次確定 你認為這是善意的嗎 我覺得去參與國際社會就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在平等尊嚴的立場去參與 現在這樣子的狀況他說這又退回 到這個45年前的這個決議文 這是善意的嗎 我有提到時空背景不同了 所以善意嗎 既然已經不同 那現在還提45年前的是幹嘛 時空背景不同 那因為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所以才會有八年來的國際參與空間 所以我現在再問一次很清楚 事實上九二共識也是25年前的事 跟現在的時空也已經不同 可是你們願意退回到25年前 沒關係 我沒有要跟你爭這件事情 他現在爭退回到45年前 而且沒有處理台灣的問題 你剛剛也提到 那這樣是善意的嗎 所以我們有對 有對這一號決議文 我想外交部和衛福部都相當的表達 所以你們跟總統府的表達不同 那陸委會也有在 所以你們跟總統府的表達不同 陸委會也有在 我想你在這邊齁 我還是要跟這個副主委說一聲 你們真的辛苦了 因為你到現在都還不敢 直接的去打總統府的臉 你們說你們表達了不同的立場 衛福部也表達了不同的立場 只有總統府說這是善意的 而你們又不敢講總統府 為什麼過去你們八年來 已經接受總統府 他們要求的九二共識 今天在國際上 連九二共識都可以不要了 總統府還說九二共識 不是九二共識的這一種邀請函的方式 他也是可以接受也是善意的 而你們現在在這邊變得進退失據 你們又不能批評總統府 可是事實上這跟過去八年來 堅持的又不一樣 我在這邊最後要表達 我們有表達不滿和嚴重的立場 對 所以這個不滿其實不只對中國大陸不滿 不只對WHO不滿 也是對總統府不滿 事實上是這樣 但你不敢講出來 但按照剛才我們的推理 我是跟你們站在你們的這一個過去八年的立場來講 你們事實上也是對總統府表達不滿 但是不能說出來 我知道 委員的推理跟我們的推理實在差異太大了 大家的笑聲可以聽得出來大概是不是認同 所以我最後我要再一次表達 我自己認為未來我們要表達的這個立場 不只是 這絕對不是善意的 不是像總統府說的是善意的 這絕對不是善意 而且 我們 要去參加 參加的時候要表達的抗議 也不是可以接受Chinese Taipei的這種抗議 我們要去參加 要去出席 而且要清楚表達台灣最新的民意 就是台灣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去表達的這個抗議 不能清楚表達這樣子 而是退到不只25年前的九二共識 還退到45年前的這個決議文的話 那不如不要去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陳婷菲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請外交部陸委會 還有衛福部 還有衛福部 發言人曾以性強調 馬總統去年11月7日 在新加坡馬席會中 便對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清楚說明 九二共識的內容就是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其含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 這就是一中各表 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這是當我們收到 WHA這一張邀請函的時候 陳以性代表總統府的發言 請問我們外交部 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這個是陳發言人 他說是善意 因為他認為WHA這一張邀請函 是善意的 所以他做了這樣的發言 你同意他這樣的說法嗎 陳委員剛才問是說對他的發言 那我覺得他的發言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什麼叫事實的陳述 當初在馬席會的時候 是有這樣的一個經過 馬席會有這樣的經過 但是這一段話在哪裡出現 是在我們收到WHA這一張邀請函之後 他引述了這一段話 他替我們自己又戴了一個小帽 我們外交部的立場 你認為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這個是兩岸事務 他引用了馬席會 他當時候怎麼跟習近平的一個對談 他幫我們台灣穿了小鞋 又用這個小鞋 戴在我們這一次WHA這一張邀請函當中 請問外交部的立場如何 剛剛委員提到這個是兩岸事務 那在外交部的立場 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是 所以你不同意他的說法嗎 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我們參加任何國際場合 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非常清楚 鄭氏你是不是能夠更清楚把它表達清楚 我們中華民國參加這個國際組織 通常就是以這個獨立主權國家的立場去參與的 這非常清楚嘛 所以他這個說法你不能認同 站在你外交體系的部分你不能認同 對不對 我們是有不同的權勢啦 有不同的權勢 好我們請陸委會副主委 是委員好 這一段話 如果單就馬錫會 這是馬英九跟習近平的一段對話 但是陳以信發言人把它用在我們WHA這一張邀請函當中 他認為是善意的 請問副主委 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這一段話 事實上是我剛剛有說明 就是當年海基會和海協會 韓電往來的一個過程和內容 副主委你不用聽他解釋 我只有說 你認同這一次 這個WHA這一張邀請函 我們自己總統府 把它直接跟一中原則 把它牽扯在一起 你能夠認同嗎 我剛剛在報告內容就有講到說 我們是不認同大陸的 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強調的是一中各表的各表 所以你完全不能認同 一中是指強調中華民國 你完全不能認同陳以信總統府發言人的這個說法 他直接喔 當我們收到這一張邀請函的時候 他是代表總統府直接做這樣的一個表達 直接用一中原則 框在我們自己身上 好我們請衛福部 跟委員報告 衛福部參加世衛大會是專業的參與 所以我們著重的是 不應該有政治立場 框住我們對不對 我們做專業的參與 那因為參與國際組織 外交部有非常明確的這個 該怎麼做參與 怎麼樣是維持尊嚴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完全就尊重外交 所以我們依照專業參與國際組織 我們希望我們的台灣醫療可以有國際的參與 可以有國際的貢獻 但是不應該有任何政治立場來干預對不對 呃 所謂的專業跟尊嚴嘛 那尊嚴就是我們參與國際組織 該遵守的我們完全按照外交部 怎麼樣參與是尊嚴 所以外交部不認同這個說法 我相信衛福部也不認同吧 我們用的是專業啊 你剛剛說你尊重用外交部的立場嘛 所以這個很清楚嘛 我們要有國際的參與 我們台灣醫療在世界各國 我相信我們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是非常驕傲的 所以我們拒絕有任何的政治立場來干預我們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就針對世衛 但是針對這個喊的解釋跟我們無關 無關嘛 對不對 我們是以專業立場嘛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的遺憾 總統府的發言人 基本上 先用這樣的一個一中原則 自己框住我們 這是在幫忙施壓嗎 這是在幫忙施壓嗎 所以我第一個抗議 抗議馬政府配合中國演出 這完全 我們在讓我們自己在 戴上這個一中原則的帽子 我們一直要積極參與國際的組織 然後我們的政府 居然還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好我們也看到了 國台辦也發出聲明 好像我們馬政府在配合演出一樣 馬上國台辦就說 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總統府講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第二個抗議 因為我們 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的專業 跟我們的尊嚴 被任何政治立場 框架住 這是我們的態度 所以我們也要支持 我們現在 新政府 今天 一定要登陸 甚至 我們在參與的時候 參加WHA 我們要很清楚表達 我們自己的立場 而且我們更應該把我們台灣醫療的專業 在國際場合的參與 更充分表達 而且我們更要 安排更多的雙邊會議 讓大家看到我們在台灣 我們醫療的一個研發 跟我們醫療的貢獻 甚至直接跟國際接軌 這是不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跟委員報告 包括您說的 增加雙邊會議的機會 包括了 因為我想我們是很單純的 就是我們面對的就是世衛 世界衛生大會 所以我們現在是 因為新政府決定要報名參與 所以我們就會去報名參與 那專業參與跟尊嚴參與 我相信這應該是一貫的 那怎麼把我們台灣各方面的這種 強項跟對國際的貢獻 我想我們一定會去努力的陳述 所以除了我們有五分鐘的 部長演說以外 我相信這個演說 對我們台灣太重要了 我們要清楚表達 我們台灣在專業 在主權尊嚴的位階 這非常重要 第二個部分 就是雙邊會議的參與 所以我們希望衛福部 一定要能夠協助安排 更多的雙邊會議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台灣醫療的價值 我可以報告嗎 那我再 我再揪教一下 那個外交部 我們現在對於衝之鳥島跟礁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外交部 到底是島還是礁 這個我們從來沒有承認它是島 我們這個從2005年也一直認為它是個礁 我們一直都認為它是礁 礁的話 所謂經濟海域 就沒有經濟海域 對就有不同 它就沒有經濟海域 好我們今天馬英九政府都喊得很大聲 可是如果我們外交部的立場說它一直以來都是礁 那我們看一下總統府的新聞稿 這是正式的新聞稿 這是我們把它調出來總統府正式的新聞稿 總統府的新聞稿在103年 2月21日 它裡面寫的 2005年擔任台北市長時曾有蘇澳余會漁民 殷船之在沖之鳥島 遭日本海上保安廳取締 向他陳情 讓他明了我漁民多年來在海上遭遇許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在2005年他擔任市長的時候 他就很清楚喔 我們在這個海域當中 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曖昧不明的地方 所以讓我們的漁民遭受很多很多的困擾 這是總統府的新聞稿 次長 103年2月31號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103年4月12日 一樣總統府的新聞稿 總統指出民國94年 他擔任台北市長時 在蘇澳地區漁民 因在距離日本 沖之鳥島 130海里附近海域捕魚 遭日方逮捕 而向他陳情 此一事件讓他相當感慨 這是103年4月12號 總統府的新聞稿 所以這個事件 是從2005年一直以來 甚至他在擔任總統府 在發言的時候 總統的時候發言 也很清楚 沖之鳥島 然後 就在105年 在東盛集16號 4月25號 也就是他要卸任前 卸任前 改變了 改變了 他說 日本總統表示 這非常清楚 是總統府的新聞稿 總統表示 日本沖之鳥礁的兩小礁 合計約9平方公尺 能否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 適於人居且有本身經濟生活的島嶼定義 此事在國際間存有極大的爭議 奇怪 同樣一個馬英九 同樣一個馬英九 103年所說的 跟105年所說的完全不同 那到底 我要相信103年的馬英九 還是要相信105年的馬英九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矛盾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啟動 跟日本的協議 漁權協議 這才是重點啊 次長 次長今天派了軍艦 派了軍艦 我們的整個東盛級漁船 4月25日 發生的這個事件 5月1號派了軍艦 可是呢 下一步呢 一個馬英九總統 103年 他的說法跟105年的說法都不同 那請問你們要怎麼談 下一步要怎麼談 次長開始啟動談判了嗎 還沒開始 但是我們一直在敦請日方 接受我方建議 開始坐下來協商 剛要開始坐下來協商 那漁民的安全怎麼辦 漁民的下一步怎麼辦 次長 就外交部立場我們是主張協商 和平解決 和平解決 可是你現在還沒啟動啊 那到底我們現在是擺爛嗎 漁民所關心的 他是不是能夠安全 在下一次捕魚的時候 是不是會莫名又遭到日本公務船的壓解 這才是最重要啊 來不及回答部分請以書面答覆好不好 好 下一位請蔡世英委員諮詢 好 請 partis 林柏 主席能不能先 vocês 請我們外交部次長列西 好 請次長貝許 委員好 次長 我想說 台灣的這樣的整體的外交處境 在中國的打壓之下 這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的馬總統批評我們的前任政府 提了這個外交主張 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或兩個中國 造成所謂的烽火外交 而在馬英九執政之後 它轉型所謂的活路外交 所以讓我們的國際空間大有斬獲 這句話你有同意嗎 當然這個 我們看結果了 至少這8年來是雙方 就沒有外交爭奪戰 那兩岸也維持一個和平的狀態 好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WHA在這一次 為什麼它特別要加注一中的原則呢 這個是應該是WHO 它單方面的表述 好 那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2010年國際勞動及雇傭協會 ILERA由國家會員降格為團體會員 這個次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中國大陸在我們參與國際組織方面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一段話 馬英九總統宣稱他的活路外交成功 也沒有啊 否則的話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會員 會被降格成團體會員 次長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想你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嘛 現任的政府推動的所謂的活路外交政策 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啊 這樣的一個參與只是被限縮 被穿小鞋的一個參與而已嘛 我們在2016年前個月出席的鋼鐵論壇的過程當中 我們中間是不是也被打壓被驅逐出場 有沒有這回事 也沒錯嘛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再重新爭取在第二天 才又持續的參與嘛 那這個國際鋼鐵論壇裡面 台灣是參與國嘛對不對 中國在那個裡面是什麼 是參與國嗎 好像還不是喔 還不是 還不是嘛 所以中國不是參與國 可是在會議中要求參與國台灣離場 這個是活路外交嗎 這是中國大陸的這個粗暴干預嘛 對啊 然後呢 我們一直在主張說 這個跨國的犯罪日歷嚴重 所以我們一直主張參與國際刑警組織嘛 對不對 我們目前對於國際刑警組織 又或者是 我們之前一直推動的像 跟中國有航權的正義的M03等等的 國際民航組織 這兩個團體的參與 這八年來有任何的進展嗎 有成為觀察員了沒有 三年前我們第一次以這個主席貴賓的身份 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啦 那這三年來有沒有持續參加 有三年一次 有那個大會是三年一次啦 大會三年那下一次是什麼時候開 就今年九月 今年九月 所以這個部分會繼續努力就對了 那這個刑警組織咧 國際刑警組織 當然這個目前 由我國家有在協助啦 還在幫忙就對了 包括美國 這有替我們發出聲音嘛 好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看起來 我們縣政府所推動的 整體新的外交策略裡面 除了剛才 我們的次長講說 好像我們的外交邦交國家沒有下降之外 對我們國際空間的參與 事實上 還是初初的受到限制 這一次我們出去WHA 外交部也有收到了 這樣的一個邀請函了嘛對不對 是 收到了嘛對不對 衛福部收到還是外交部收到的 衛福部 我們當然是 是衛福部收到還是外交部收到 外管是 對外管接到通知 那是直接寄給衛福部 所以是由我們外管收到通知嘛對不對 所以在還沒寄之前 外管就已經收到通知了嘛 沒有沒有 它是電話聯繫 先電話聯繫我們的外管 對 然後之後 他就把正式的邀請卡寄出來嘛 正本是 寄到我們的衛福部 那衛福部的正本收到了沒有 應該 目前還沒有 應該會今天會到 衛福部還沒有收到正本 但今天應該會到 那報名截止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就是今天 是今天幾點 是網路報名 對網路報名今天幾點 應該到日內瓦時間的23小時59分嘛 就是今天整天都是啦 所以到日內瓦時間 所以到日內瓦時間5月9號的23點59分 也是到明天 台灣時間大概還3點4點左右 對我們大概差6個小時嘛 早上6點 明天早上6點以前把它報名都可以 那我想請問我們報名了沒有 應該還沒有 來這個部分要請衛福部嘛對不對 來我想請教一下我們衛福部 我們報名了沒有 登陸了沒有 報告委員還沒有 還沒有 那原則上這個報名 總共要報名幾個人參與 是只要報名代表團的團長而已呢 還是我們的參與的名單 都要一併報名 要包含團長跟所有的團員名單 那現在團長 確認是由我們的新的後任部長參與嘛 對不對 那團員總共有幾位要參與 團員的規模跟往年 我們這是第八次參與 大致每年都在20名上下 20名上下包含哪幾個領域的我們的 包含因為疾病管制 防疫是一個重點 那我們國民健康署 那另外像因為WHO也有打擊偽劣藥 所以我們FDA也有派援 那像健康體系 我們的醫事師跟健保署 都會由長官一起出席 所以總共有20位左右就對了 然後再包括我們的新的我們的林部長 那外交部的部分會不會隨同參與 這是按照WHO的慣例 就是有一些在住處屬於WHO相關的 外交的人員他會去做協助 所以外交部也會派人參與嗎 次長 那外交部會參與幾位 這個幾位喔 我們這是住處的人員會隨時 不是也算在這個報名表裡面的嗎 還是沒有 沒有 報名表裡面有三位就是住處 對我們都是住處的人 對有沒有算在這個報名表裡面 應該算在裡面 應該還是沒有 所以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是 網歷是有啦 網歷是有 所以20位裡面外交部有幾位要報名參加 三位 有三位要報名參加就對了 所以這三位會不會幫忙我們 在這個場合裡面 表達台灣的立場 當然我們全力配合衛福部專業參與 到底是衛福部配合外交部 在立場的部分 還是外交部配合衛福部 對我接的部分是衛福部 我當然知道 因為剛才我們 陳委員在詢問我們衛福部的時候 衛福部說 有意義的參與 以及有尊嚴的參與嘛 有尊嚴的參與 是按照外交部的指示嘛 剛才你這樣講的啊 所以外交部的態度是怎麼樣 當然我們會表明我們的立場 會表明你啊 所以我們派去的人也會 提示我們所有參與的團員 在這個會議中 表達我們的所有的 相關的立場就對了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我們衛福部 WHA裡面 我們意義去參加多少場會議 WHA的會議最主要是 它有一個類似 像我們立法院的這個院會 大會嘛 對 那就是部長要上 然後另外咧 另外它有兩個 技術委員會嘛 Committee A跟Committee B 那我們每一場會參加多少場 我們通常都會在 大概會有三四十場 那因為有些議題是 譬如說台灣根本沒有這個疾病 那我們就沒有意義 到底我們參加了哪幾場的技術會議 我在網路上沒有找到啦 也許你的內部文件上有啦 但我的意思說就這個部分來講 你應該能夠公開 讓我們全體國人知道說 我們參與WHA面對中國的打壓 可是我們仍然做了哪一些重要 有意義的活動的參與 或者是分享 或者貢獻台灣在整個國際醫療中 我們所扮演的角色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喔 我在這邊還是要再講一下 這幾個東西 是我想各位 我們衛福部跟外交部都知道嘛 過去為了參加WHA裡面 他們引用的幾個的東西喔 外交部我想請教一下 或者衛福部 我們之前是不是也有向 那個WHO表達我們的抗議 有沒有 有沒有 2011年的時候嘛對不對 有有 所以2011年抗議的內容是什麼 還記得嗎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關於2005年中國大陸 我知道 我說2011年你們的公文抗議 寫什麼東西還記得嗎 我們每一年都有透過衛福部的部長 正式致函給WHO的秘書處 好 內容是寫什麼 內容是寫什麼 對於WHO他們和中國大陸所 不管是他們的備忘 所以你主要問你 我們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嗎 當台灣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嘛對不對 內容是不是寫這樣子 呃 抗議寒的內容 我們從來沒有對外公布 但是呢 我們裡面 你們內部 外交部都有發文內容 還是說你沒公布 我們沒有公布信函的內容 但外交部有把內容披露出來啊 適當的對外說明 我們是適當的對外說明 好 所以我說這個很重要 今年都會繼續做這件事情嘛對不對 好 繼續做這件事情 好 接下來齁 聯合國的決議案裡面 這個我們反對 這個大家講得很清楚 我們前面幾位有人講得很清楚 我再問一下這個另外 這個漁業署的部分 跟外交部齁 最後幾分鐘問一下 這個事情我們是什麼時候 知道的 4月18號的時候 日本就已經通知我方 在日本的200里經濟海域裡面了嘛 對不對 4月18號就已經通知了 漁業署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 是 沒錯嘛 沒錯 你有沒有通知外交部或相關的漁船 有 有 你是不是有通知海巡署去護漁 有 海巡署後來有沒有去 呃 4月18號 4月18號 我們有發通報出去 海巡署後來有沒有去 海巡署 你們有請海巡署去護漁嘛對不對 對 沒錯嘛 海巡署後來有沒有去 他們 這個應該由海巡署來打護 海巡署有沒有來 委員好 報告委員我們海巡署後來嘛 有人去了 有去嗎 當天就去了 當天有去嗎 有 當天是福興店18點就起餐 有去了嗎 有啊 後來有沒有到現場 還沒有到 走到 走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 在四十號漁船就 就折回來 就離開了那個 沖織町200海里 那這樣為什麼還有漁船被抓啊 那是另外一個案子 這個 第一 4月18號通知是另外一個 4月18號日本通知的時候 有沒有通知 東盛極號也在領域裡面 沒有 沒有 那 呃 不在那時候不在裡面 那 那東盛極是什麼時候跑進去的啊 呃 是4號的時候 那是4號才跑進去的 對 所以 日本通知我方 確尼的漁船裡面也沒有東盛極 然後東盛極是4號才跑進去的 所以海巡署就沒有發現東盛極也跑到裡面去 然後漁業署也沒有發現東盛極也跑到裡面去 我們有發現了 那有發現之後呢 我們會發通 我們是經常會發通報 對啊 所以你說你們發了通報 但是你們認為這個東西 居然日本沒有通知那4條船 所以你們認為海巡署就不用去了 是這個意思 沒有 所以海巡署就折回來了 沒有 那不然海巡署為什麼要折回來 海巡署折回來 不就是 你說 如果漁業署通知你們 那4條船已經跑掉了 所以海巡署就不用去了 所以海巡署就不用去了 那另外幾艘在 日本經濟海域裡面的 居然日本沒有講 我們就不管了 繼續讓他在裡面抓 漁業署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否則為什麼你們會做這個決策出來 我們第一時間就已經發通報要請 一方面是請外交部要去仔細協殺 我了解 那你們有通知海巡署去護漁嗎 對不對 你們當時通知海巡署去護漁嗎 你們當時通知海巡署去護漁嗎 對不對 你們當時通知海巡署去護漁嗎 沒錯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海巡署護漁不得要搬就跑了咧 好 你們兩個待會去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好 來 時間到了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羅智政委員諮詢 主席可不可以請何次長 還有 何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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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衛福部的紀監 衛福部的紀監 委員好 次長長 那個 今天這個時刻我相信是不分朝野 不分藍綠 大家立場一致 也就是支持台灣民眾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基本的權利 同時也要展現我們全民一致想要參與國際組織的決心 所以本席今天不會從批判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會比較從強化我們行政部門在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還有未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活動的一些做法 想先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邀請已經收到了 在這個之前 外交部有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希望我們的友邦 在相關的邀請作業上提供我們必要的協助 有一直在持續的跟友好國家 請他們協助 所以每日歐盟這些國家我們都有拜託他們 請他們在這個所謂的邀請 或者邀請的動作上 能夠採取對我們有利的一個做法 我們主張是什麼 當然我們是要希望能夠繼續過去七年以來 這個有意義尊嚴的參與 換句話說我們是有預期 他們可能會有小動作 所以希望不要加注任何的 所謂穿小鞋的做法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的主張 當然會 有沒有做這種沙盤推演 然後提醒我們邦交國 或是我們的重要大國說 請他們在邀請上不要做小動作 有沒有 根據中國大陸近一些時候來的這種做法 我們是有這樣的 我只是問說我們具體有沒有請友章 友邦 重要國家包括美歐盟國家 來在做法上 請他們不要加小鞋 有吧 對就請那個 隨時有努力了 隨時有努力了 跟他們講正常的方式 好陸委會副主委拜託一下 請 主委貝許 那陸委會的部分 您一早好像有提到 在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主委 曾經透過熱線 希望對方 不要給我們有任何的打壓對不對 是 我們具體的要求是什麼 我們四月的時候有表達說 這個是 七年多來的一個慣例 對 那我們希望能夠延續這個 專業的一個參與 所以不要有任何的改變 是 對不對 好 那中國現在做的改變 也施壓了世界衛生組織了 請問一下 這算不算打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五月六號 傍晚 就已經對陸方表達不滿和嚴正的力量 所以這是對我們的打壓 川小雪的動作對不對 是 我們參與國際社會應該是 我們的權力和義務 也是全民所期待的 所以我們應該在於譴責 應該可以抗議對不對 我們已經有做了 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有對陸方已經發出 不滿和嚴正的力量 所以你覺得強度已經夠了 是不是 我們不只一次的跟陸方有這樣的表達 好 那衛福部的那個季節 我請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提出正式的抗議的信函 或在迴函裡面表達抗議的立場 因為 這個部分並不是衛生專業 所以我們會充分 尊重外交部 其他部會 那外交部呢 那個侯次長 我們目前在沙盤推演上 會不會提出正式的抗議的用語跟字眼 我們會有所表示 好 那當場 當場 在世界衛生大會 那五分鐘發言裡面 會不會扣投的 任何的表述或抗議的立場 還沒討論 對 不是那個是 衛福部部長 衛福部部長 官員知不知道 還是還沒有決定 因為現在那個五分鐘的講稿 我們林部長 其實並沒有還做最後的訂稿 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 還不能確定嗎 我們就是做專業的部分的準備 本席是希望 不論是書面的 表達我們非常嚴重的立場 跟抗議的主張之外 在五分鐘 那個發言裡面 也能夠表達這樣的立場 因為那是全世界被看到 還有友邦國家 會注意到的東西 好 那請問一下外交部 除了我們自己的五分鐘之外 有沒有拜託我們的友邦 跟我們的相關的國家 這個同步在進行 也希望他們聲援我們 有有有 目前都有在做 美國過去曾經在聯合國裡面 聲援過我們 對不對 對秘書長 潘吉文 擴大解釋27582決議文的立場 提出過去幾點的說法 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他主要幾點告訴我們 甚至於在102年 對 在WHA也有幫忙表示過 就是說這個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組織 可以片面來決定台灣的地位 沒有錯 台灣的主權地位 或台灣身份的問題 不是任何國際組織 可以單獨片面幫我們決定的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立場是我們政府立場 也是 當然是 所以這個立場也應該表述在我們的書面 或者當場的口頭的表達裡面 因為這也是國際社會 包括美國 歐盟國家 認同的立場 對不對 我們會適當的方式來 所以我們希望美國 還有歐盟國家 在世界衛生大會裡面 用同樣的表述 也就是台灣的主權地位 跟我們的身份 不是任何國際組織 可以單獨片面來幫我們決定的 我想我們這些優雅國家會 做這樣的表述 OK 好 我再問一下 2005年的MOU 中國的所謂備忘錄 跟秘書出了備忘錄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改變 應該還是在那裡吧 那我們有沒有持續表達我們的立場 有有有 我們什麼立場 先告訴我們MOU的內容主要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那個 2015年的MOU 還有2010年的他們的密函 它裡面對於我們的稱謂 當然都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一個是台灣Province of China 一個是台灣,China 我們都持續地表示我們不接受 他們這樣子使用的立場 但是我們也要說明 這是WHO內部跟中國大陸的文件 所以呢 他們可以陳出他們的想法 但是我們是從來沒有接受過 而且我們持續地抗議 我們今年也會繼續地抗議 我們都是用正式的書面來做抗議 換句話說不管WHO用什麼樣名義指涉我們 或對外樣怎麼樣打壓我們 我們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不接受WHO 以及中國大陸他們達成的任何協議 對於我們任何的這個指稱 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 而且我們持續地抗議 我們也會繼續地做 那我問一下 這一次因為做了改變 就你們所掌握的資訊 中國跟WHO秘書處 有沒有新的協議或新的諒解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瞭解的並沒有 但是呢這一次這個邀請函裡面 他所引述的聯合合大會的2758號決議 WHA的25.1號決議 裡面所提到的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呢這只是WHO 單方面做它的立場陳述 我們認為是沒有必要 我們也不認為可以有任何的政治框架來限制 沒有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說 就你們所掌握 包括國安局在裡面 中國跟WHO這一次有沒有爭取 對台灣的參與 有任何的諒解備忘錄 或者任何的一個默契 或任何的一個書面 乃至於公開的一個立場 就外交部門員所掌握的訊息 並沒有 我要到此刻為止 到此刻為止 我要是要提醒一下 包括我們外交部 包括我們國安單位 包括國安局 有沒有新的 所謂的秘密的備忘錄也好 或者秘密的文件 在處理台灣未來參與的部分 因為這一次既然有這樣的動作 有可能是乘逢附贈 個人受到中國壓力的一個讓步 或調整 但更要擔心的是 已經有新的備忘錄的出現 如果有的話 那未來會不會成為一個慣例 或者一個新的模式 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請國安局 還有我們相關的單位 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不希望它成為一個慣例 或者另外新的一個模式 另外本席在 在剛才經過幾位委員的聯署 想要推動一個決議 表達我們對於這一次 WHA參與的立場跟主張 那幾位也有聯署 我們希望作為行政部門的後盾 有幾個重點 我先向次長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認為聯合國758決議 並沒有任何涉及台灣政府 及人民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 代表權的事宜 這樣一個立場 市長有沒有意見 沒有問題 其實2758並沒有處理台灣政府 跟台灣人民參與聯合國 相關專門機構的事宜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 用政治的手段 或理由來干預 跟歧視台灣 在世界衛生大會的參與 你認不通這樣的立場 對 可以接受吧 OK 另外 我們要強調 我們支持政府在主權 尊嚴 跟人民利益的基礎之上 這一次派代表出席 本屆的世界衛生大會 這幾個原則同不同意 同意 最後我們要呼籲 國際社會來歡迎台灣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與 持續的參與 跟持續的貢獻 這樣立場 有沒有不同意見 同意 所以這樣的決議本身 對於行政部門未來在參與 這一次世界衛生大會的做法上 我們希望做你們的背書 做你們的靠山 是 有沒有其他不同的意見 有哪一個文字可能有意見 報委員 我們覺得那個 在倒數的一二三四 第四段 表達對友好國家及人民 能不能加一個邦交國 因為邦交國有協助我們 好 對再來下 表達對邦交國 友好國家及人民 支持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感謝對不對 對 因為的確沒有錯 邦交國是最支持我們 幾乎在每次的大會裡面 表達對我們立場 最強烈的這群朋友 沒問題本席可以尊重這個看法 還有下一句 還有下一句 能不能加一下 重申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 機制及活動 是台灣人民的權利與抑鬱 好 沒問題 還有再加一個 就是最後一句 呼籲 我們待會兒在討論決議的時候 再來討論了 好不好 我們尊重主席的決議 好不好 表面上沒有問題了 OK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下一位請往定語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我們這個衛福部陸委會外交部 衛福部陸委會外交部官員請備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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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主題叫做Transforming our world 等等改變世界 然後聯合國去年 因為它是聯合國的組織 聯合國去年講的 就是說要 這個叫 這個照護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的原則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很諷刺 聯合國跟 WHA或者WHO強調的是 普世價值 所有的人類都應該在 這個照護體系裡面 這是他們的基本的 條文 衛福部對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卻由WHA WHO 他們發出這樣附帶條款 政治性的綁住台灣的宣誓 甚至於想要把 我們肉不參加就排除在外 你們到底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就陸同委員說的 這個所謂的Universal Coverage 或者說健康原則是Universal Application 普世價值嘛 對 它有一個口號就叫做 No one left behind 意思就是說 全世界的七十幾億人口 沒有一個應該要被我們遺漏 不能漏掉半個人 是的 可是全世界現在 國家或組織 不能參加WHO 及相關大會的 大概就只剩下我們 原來還有三個單位 應該是不止了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這是一個遺憾 這有點像全世界的人類都應該參加這個大會 結果我們好像不是人你知道嗎 只因為中國這個打壓 那我請問你這一次的邀請函 你們是在什麼時候知道有附加條件的 幾月幾號 因為邀請函的正本 截至目前是沒有寄到不離 不過外交部的同時 你們得到消息是什麼時候 就在應該在禮拜五晚上 禮拜五是幾月幾號 禮拜五晚上是七號還是六號 六號 六號晚上幾點 我們正式知道是 應該沒有正式 就是我們大概 你們知道這個事情 應該是大概在晚上七點左右 七點左右 好 那個陸委會 我們副主委 師傅主委 師傅主委 我剛才聽到你的說明 你說中共所謂的一中原則 我們是不接受的 就是他們所謂的一中原則 我們是不認同它的 因為我們強調的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不接受它的中共的一中原則 那我請問你 這一次WHA對台灣邀請函 因為中國施壓 所附帶的一中原則 這個是一中原則 還是九二共識 對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 不是這很簡單的問題 就這一次 你們知道的 不管是影本 或者知悉的這個情形 WHA世界衛生大會 發出的邀請案 所附帶的 政治性的條款裡面 這是一中原則 還是九二共識 這是所謂的 他們稱的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我們不接受嘛 是 我們不接受 所以我們有表達 我們的嚴正立場 而且 我知道 你剛才那個也講過了 我們不接受啊 你這樣講 我覺得你是一個好的 常任文官啊 可是總統府的發言 他怎麼會說這是九二共識 吳敦義副總統還公開講 這就是九二共識的延續 你作為一個專業單位 吳副總統這樣講適當嗎 我們 我想 一件事應該是從 有一定的 發言有前後嘛 你也沒有辦法解釋嘛 不是我沒有要解釋 你的說法是我們政府 長久的立場嘛 那有的人會用短期的政治操作去做政治的處理 那個不是你們的事情嘛 吳副總統講說 這一個是九二共識 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後 在一中各表的這個基礎上 我們強調是中華民國主權 這是我們的宣誓 我說這一次WHA處理的是中共的一中原則嘛 那我請問你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這一個邀請函有附加條款的 我們是五月六號也是傍晚的時候 我們是五月六號傍晚的時候 五月六號傍晚 就是上週五傍晚的時候 傍晚大概幾點 剛才衛福部是七點左右嘛 啊你們是幾點 呃我們這邊同仁接到的訊息是大概 五點多快六點的時候 五點多快六點 好謝謝你 你先留著我大概還要請教你 那個外交部 市長辛苦 2758號我們看2758號的決議文 其實這個是1971年大會的決議文 這個決議文裡面大概只講兩件事情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在聯合國裡面的名字是叫中華民國 我們席次被他取代 我這樣解釋沒錯嘛 第二個蔣介石政權被驅逐出聯合國 他只講這兩件事情 沒有錯嘛 那在2007年 潘基文 擴大解釋 他多加了一句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以外 台灣 他確認 聯合國確認 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美國 還有其他友邦 有替我們講話 他認為潘基文是擴大 擴張解釋了2758號文嘛 這個是當時 當時的講法 可以abandon Taiwan 不能把台灣遺棄掉啊 原來的決議文只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席次 沒有把台灣的地位單方面或者是用聯合國把我們確認下來嘛 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不管在亞營在任何地方我們抗議的基礎就這個嘛 所以後面的WHA25.1 他其實是引述這個 這個擴張的解釋 不是原始的條文 所以我們不斷的抗議中 我這樣解釋沒有問題嘛 所以 今年 我請問一個問題 今年要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 你們有沒有尋求美方或其他友好的 這個國家 就這件事情幫我們發生 到目前為止 有在這個接觸當中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 你們應該接觸一段時間啦 因為邀請函慢了那麼久 邀請函之間是 有沒有信心 有世界主要的國家 友好的國家 替我們救這個事情發生抱不平 有還是沒有 我們相信會有 所以會有嘛 對 會有 所以應該會有友邦聲援我們的抗議行動 對 那我會請教你們 你們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邀請函的時間 附加條款的時間 也是5月6號 也是同一天啦 同一天是幾號 5月6號 對 幾點 幾點 日內瓦那邊打過電話上的5點半左右 對 我們是接到日內瓦 代表處那邊同仁打過電話來 大概5點 5點多 5點多嘛 你們是5點多 陸委會5點多 衛福部最慢7點多嘛 國安局 來 麻煩一下 中副局長 請問一下國安局 你們情報方面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 這個邀請函有附加條款的 你們是從國內這邊訊息知道 還是那邊駐地就知道 我們曾經在這之前 從外管有反應回來 就是說他有 可能會有打壓我們主權的這種 那是情報嘛 但是知道這個邀請函 這個寫法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們當天也是5點多的時間 你們都5點多知道 那我好 我現在詢問在場所有的官員 你們哪一個人通知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外交部有沒有 國安局有沒有 陸委會有沒有 衛福你比他還慢 你根本沒有 那為什麼 一個政黨的執行長高層 可以在5月6號5點38分 發臉書 把這個內容都說出來 你們誰泄密的 這是變相的國庫通黨庫 都不是你們講的 那是中共跟他講的 那問題更大 中國要打壓我們 你們知道時間5點多 5點多 5點多 衛福部7點多 某一個政黨的政策執行長 5點38分 發臉書 把內容寫得清清楚楚 我再問一次 我們的各部會 有沒有人去通知政黨 沒有 都搖頭 有沒有人通知總統府 應該要吧 這麼重要是怎麼會沒通知 陸委會 陸委會5點多告訴總統府的 外交部有沒有報告總統府 有吧 點頭 你可以說出聲音來 那陸下音不會違法 沒關係 國安局有沒有通知總統府 我們尋精致向國安會回報 網上報嘛 所以聽起來 你們都5點出頭知道 他們5點38分 就可以po文出來 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你們跟總統府 報了之後 輔通黨告訴他們 一個是中國那邊要修理我們 還先跟他友好的朋友 先通知 就這兩個可能嘛 管局這個事情能不能查出 管道是怎麼來的 我們涉外的事物耶 情報應該是你們負責吧 能不能調查一下 這位蔡執行長怎麼會知道 幾乎只慢你們15分鐘耶 還是你們被裝的切聽器 都講不出來 適不適當啊 這樣子公布出來適不適當 是哪個管道泄密的 你們都沒有 馬英九泄密喔 這麼大的事情 中國打壓台灣存在主權的事情 違反聯合國當時 連美國的駐地的部長 都替我們講話的事情 結果被一個民間政黨執行長 在幾乎同步把他公布出來 然後藉此還研發出副總統講 這是九二共識等等 你們作為國家公務員 你不覺得這個很 這不只是過分啊 這是一個洞在那裡啊 管局查查好不好 他快卸任了 你可以查啦 這樣的泄密不妥 好 你們先請回 我們剛才問 這個就是 有人大嘴巴 硬要搶在政府通知 我們國會都還不知道 他先把他po臉書 而這個管道這樣聽起來 你們都有通報國安會 或者總統府 而府方知道之後 不是告訴各部會該怎麼做 也不是告訴我們的 這個國會 說大家一起來配合 共同應對 應對國家的挑戰 通知某政黨的執行長 可以這樣做 我接下來請教 我們請余夜署 余夜署副署長 余夜署我可以請教一下 日本的這個海上防衛廳的飛機 看到我們的漁船 在他不喜歡的海域 我們不承認那個是他的經濟海域 他看到了 他們都會發電郵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慣例 是還不是 只有這一次 以前看到我們的船 都不通知 只有18號這一次看到 用電郵Email告訴你們說 我有看到你們四架組 我要來抓紙了 就這一次 以前我們很多船都去那邊作業 那他們也常常去巡邏 那以前我們都沒被抓起來 有在101年 那個個案 2005啦 或什麼 我們都知道了 可是 我們的漁船在那邊作業 不是只有那幾年 對不對 每年都有 每年那個 漁訓時期都會去那邊抓 那他們也會去巡 你說只有這一次 發電郵告訴我們 主席抱歉 再借一下 真的就這一次 我還是要句老話 部長會走 你們會留下來 我們還會見面的 就這一次嗎 印象裡面 這一次 還給我用印象的 這你們主管事務 總統都震怒了 你現在跟我說印象 這是一個慣例 還是特例 不是慣例 不是慣例 有過幾次 應該 我的印象這一次 是比較明確 Email通知 還有分明確 分不明確 明確就寫說有幾艘 不明確就 就傳密碼過來 是不是 以前有沒有通知過 以前如果會有通知 大概有一股警告式的 這一次也是警告式 不是一樣嗎 那個不太一樣 那你們漁業電台 通報出去 是只有那四艘聽得到 還是前往那附近的 區域的人都聽得到 那我們通報的時候 是透過電台 透過電台是 在區域的人都會 那個區域都聽到 應該是 我們中央把他特害了 你就作為我大概清楚 對 沒有錯 都通報 對 都通報 那都通報之後 18號通報 我們的海巡艦 開到一半 還說解除了 大家離開了 他剛才的說法 是一半 他們就撤回來了 那24號 那24號呢 東盛吉 他應該原來也有聽到嘛 那他在進入這時候 你們有沒有警告他 有這個事情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還類似這樣的通報出去 就是說那個地方我們就 中華民國政委 它是公海 我最後一個問題 時間到 漁業電台的通報 廣播的錄音檔 留多久 這個我還要再了解一下 留檔下來 你不要給我銷毀掉 你們第一次通報 是怎麼通報的 有沒有叫船 離開那個區域 我們有通報單 有沒有叫船 漁船離開那個區域 我們要請他們注意 他們注意而已嗎 對 那我希望你把那個通報單 跟那個錄音檔 提供給本會 這樣可不可以 好可以 好謝謝委員 好接下來我們請江啟成 江委員 好謝謝主席 請主席先幫我邀請外交部次長 還有我們衛福部的代表 衛福部 好那個上好 我想WHA的參與 過去幾年來 我們都用觀察員的身份參與 那過去幾年的邀請外 沒有出現 說2758號決議文 也沒有明載說一中原則 這樣的問題 那這一次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邀請的內容 當然有很多的政治聯想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陸委會邀請一下 陸委副主委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過去我們在參與這連續七次的WHA的大會上 大會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這當然跟兩岸關係脫離不了 我們過去所採取的這些政策 所以陸委會在第一時間知道這一個發出來的邀請函 陸委會副主委 請問你們哪時候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是在5月6號也就是禮拜五的傍晚知道 會有這個邀請函發出 然後裡面會有提到一個所謂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內容 還沒有看到內容 但是你們已經發出正式的一個對外的聲明稿 因為我們透過常態聯繫機制的了解 所以對岸其實有跟你證實這件事情 是不是 你們在跟對岸聯絡的時候 他已經證實說這個邀請函當中 會有這樣的文字出現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立即跟他們表達不滿 所以表示北京方面有辦法告訴WHO 說你發這樣子的文 所以我們在當天 不然他怎麼會先知道 如果是WHO自己獨立作業 沒有任何國家干涉 坦白講北京也不知道他發出來的文是什麼內容 沒有錯吧 邀請函 我們在當天也立即表達說大陸不應該要求世衛組織對我參與設定條件 好 我知道 我有看到你們的聲明 我不是說你的聲明不好 你的聲明其實把過去我們能夠順利參與的原因告訴大家 是因為國人的努力 是因為國際支持 是因為兩岸在九二公司一中各表的這樣的情況底下 務實的來解決相關問題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去連續七年參與 沒錯吧 我想洛委會你這樣子的聲明是實際的狀況沒有錯啦 但是我要問的是說 那這一次 這一次 這一次當然他的聲明的內容去扯到2758 而扯到一中原則 你剛剛的答詢裡面也提到說 所謂的一中原則跟我們所在講的 這個一中各表是不一樣啦 過去長期以來 我請教外交部喔 只要大陸北京外交當局這樣 一中原則指的是什麼 他們指的當然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啦 是 再過來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策 前後有一些變化啦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 現在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 這叫 one China Principle 這是最嚴厲的講法啦 後來有一個講法是說兩岸同屬一中 兩岸同屬一中 那美國講one China Policy是什麼 美國當然就是 美國對one China Principle是recognize 對不對 還是acknowledge 是acknowledge 對不對 那是one China Principle 對 所以美國主張的是one China Policy 嗯 一中政策嘛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請北美斯同仁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美國講到一中政策的時候 他主要是只是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是基於三個公報跟台灣關係法 沒錯 三個公報的內容 講的並沒有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只表示他美國認知 所以其實就算美國 他也不敢去主張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未來的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才會讓過去我們在處理跟對岸的問題上面 我們採取了所謂一種個表的態度 來解決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嘛 那目前今天這個狀況我想請教一下外交部跟我們陸委會 假設我們今天去參與了 那請問這是延續過去九二共識的基礎來參與嗎 還是不是 這個我們過去七年當然就是基於那個九二共識 那所以這個今年是第八年 應該也是延續這個 沒錯啊 所以是延續 所以是延續 除非你可以強調說 不是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講 那幾乎就是延續嘛 而且這裡還涉及一個問題 民進黨的發言人 應該說未來政府的發言人 他昨天記者會上面有講說 他說這個要請政府持續交涉 就是關於一宗原則的這個連結的這個問題 請政府持續交涉 然後對於回復WHO的這個罕見 他們有提供建議稿給衛福部 有沒有提供給衛福部 有吧 有嘛 因為你們今天就要報名嘛 是 對不對 那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 從今天到520中間 我們的報名會不會生變 會不會因為這中間的交涉跟解釋 產生了變化 會不會 還有這將來責任誰負 如果因為這中間的交涉 產生了一些狀況 導致我們沒辦法參與的 或是對岸跳起來說 好 我不要你參與 我要要求WHO 來拒絕台灣參與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各位報告 因為WHO 給我們一個WHO的邀請函 對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新政府 這個決定報名參與嘛 我們就去報名了 對 那後續的這種發展 其實我想並不是衛福部 但因為這裡涉及到所謂政府交涉 那這種交涉是外交跟我們都委會嘛 主要是外交啦 那外交部你們要去交涉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專業參與 因為WHO 對 外交部是專業參與我知道啦 那外交部要交涉什麼 外交部當然 我們還是請這個友好國家 幫我們來繼續交涉啦 那 要交涉什麼啦 交涉就是取消這個不合理的這種說法 就是取消 所謂一中原則 一中原則的那一部分嘛 對 那2758號咧 2758那個是聯合國的問題啦 不是WHO的問題 所以主要是要去交涉一中原則的那一部分 是不是 那你要怎麼交涉 當然是透過友好國家要持續的交涉啦 透過友好國家 主要是透過哪幾國 美國啦 歐盟啊 什麼 美國、歐盟、日本 還是其他國家 美國這一次在我們WHO參與上面有沒有幫我們 有沒有幫我們去交涉 幫了很多忙 幫了很多忙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今天 WHO發出來的這個WHO邀請函 是不是美國也接受 不然 這不是交涉嗎 美國幫我們去交涉嘛 那是不是代表他們 美國政府也接受 沒有 沒有接受 他也不接受 對 所以今天發出來 這一個邀請函是美國有無法接受的 是不是 他也覺得不合理 他也覺得不合理 那他有對我們外交部這樣講嗎 那他要不要公開出來講 報告委員 在民國100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衛生部長 當時的衛生部長 曾經在WHO大會期間 他有一個記者會 那個記者會裡面 美國有特別提到 聯合國的任何的專屬機構 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 台灣參與國際的 國際參與的地位 對 台灣參與的地位嘛 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要再次的說明 就是這一次的邀請函 裡面 他不當的引述了 這兩個決議案 中的一中原則 這是WHO他們的 就是單方面的陳述 那WHO為什麼要單方面的來 來做這樣子的選擇 從1971年我們失去聯合國 代表權的席位以後 在聯合國的體系裡面 他們事實上呢 所指涉的 有提到我們的時候呢 在聯合國體系的文件 他們用的名稱 是我們更不能接受 他們都是用台灣, Province of China 那我們從來不接受 而且我們都持續的抗議 一直到此刻 所以對於WHO 他去申訴 他們自己的內部的立場 這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呢 他是用Chinese Taipei 觀察員的身份 部長的名義 邀請我們參與 這是我們要參與的 基本的根據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他指明的是 蔣秉皇部長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要怎麼跟他溝通 我們在回函的時候 因為每一次的報名呢 都是由衛生部長的 衛福部長他來回函 所以回函裡面 我們會提到 這個我們的代表團 會有新任的部長代團 所以這個今天會發出去 今天一定要發出去 今天一定要發出去 好 謝謝 那那個衛福部請回 我接下來繼續請教次長一下 市長 你上禮拜在財委會吧 接受質詢的時候 有證實說台日之間 有一個對於蔥之鳥 交這個海域 過去一向以來有一個默契 就是所謂的你來我走 這樣子的一個默契 那而且有提到說 這是2005年的時候 邱毅人秘書長拍板 定愛的 有這樣一回事嗎 後面這個不是我講的 那至於那個默契是一個 雙方的一個practice 那這個默契是誰 這默契是誰去談的 不可能沒有人去談 一定要有人去談 是外交部去談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算是practice也是有人去談嘛 不然怎麼會叫默契 這就不叫默契了啊 事實上是當時的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是傳統漁場 所以我們漁船在那邊作業的很多 那如果說有日本的公務船出現 或者飛機出現 我們這邊就是會通報 事實上我現在想問了 就是當初誰代表 政府跟日本達成這個默契 我想要知道這個 你剛剛講不是 不是邱毅人秘書長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外交部囉 沒有正式去談 這只是說 那沒有正式談 怎麼會有默契 是我們自己去can out嗎 說我就走吧 是不是這樣 是我們自己退縮 你這樣講的意思 就是我們自己選擇退縮 也沒有啦 就是說當然就是 也沒有 那到底 因為 所以漁船就走了 當然 你說你不正面衝突 這我們不是要跟他衝突 我們是要具體力爭說 這是一個公海的海域 那你自己退縮的時候 你等於變相的承認 那是別人的管轄領域海域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承認 而且一直在抗議 那沒有承認的話 怎麼會有你剛剛講的這一說 你來我走咧 而且你也覺得 那是我們跟日方的默契 那日方有 日方有公開講 這是我們跟台灣的默契 沒有 也沒有 都沒有人講 都沒有人講 所以默契都不講 默契都不講 沒有錯 那感覺上就是 都不講開來 那我們就自己這樣認為了 是不是 是這樣嗎 沒有 因為這樣子的默契 其實就是 或者你自我這樣認為的話 讓漁民現在就是說 那護瑜一個月之後 你要如何因應呢 是不是一個月之後就沒了呢 還是說 接下來520之後就沒了咧 我想我們 富裕單位也會繼續再做 富裕的工作 還會繼續 那外交上你怎麼做 外交上我們就是一直敦請 日方跟我們坐下來協商出一個 敦請喔 他要跟你協商嗎 這個事情大概三個途徑 第一個 武力解決 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也希望不要發生的 外交協商 這是最可行 應該來推動的管道 但是你要一定的實力做後盾 不然他也不跟你談嘛 對不對 第三個國際解決 國際解決有沒有管道 因為外交協商必須要 雙方願意坐下來談 如果日方不願意坐下來 你也沒責啊 那國際管道怎麼辦 國際管道也是要對方同意啦 不要對方同意 我想委員指的是仲裁 仲裁可行嗎 仲裁可行嗎 那個要是要對方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是 這個雙邊來解決了 雙邊來解決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啟動 目前當然沒有日期 可是 沒有日期喔 這種東西不應該沒有日期 雙方有這個誠意 那可以再談那個日期 日方已經有跟我們表達這個誠意 願意坐下來跟我們協商嗎 至少沒有反對 沒有反對 所以最近會展開協商 應該會很短 好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趕快 讓它可以圓滿落幕 當然這個圓滿的前提是 我們應該具體力爭 我們該有的公海權益 是不是當然 好不好謝謝 謝謝委員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徐志榮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主席委員質詢 請 市長 市長 市長好 市長長 市長我們比較 2008年 那時候聯合號發生遺傳的事件 跟這次 沖枝鳥礁的事件 都是台灣跟日本遺傳的糾紛 在聯合號的事件上 那時候政府 我們最後成功的讓日本政府道歉 不是遺傳有 神調還有賠償 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的遺傳在公海上 作業 還被強壓帶走 而且我們的船長 還像犯人一樣 聽說都被脫光衣服 在檢查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這次更有理由 要求日本道歉 當然賠償是沒有什麼理由賠償 至少把那170萬的保證金 把它退回來 我們姑且不論 民國34年 二次大戰結束 我們那時候 講的什麼以德抱怨 那70幾年的事情也不要講了 311 日本大地震 我們台灣企業也好 民間也好 怎麼樣的募款 全世界的國家 金融最高的 其他的 說我們對日本的好感 我也其中之一 說我們喜歡去日本 日本自然好 有禮貌 還採購他的藥 電器產品 那是個人的行為 那就不管了 我們對他這麼好 他竟然把我們的 東盛級16號 東盛級16號 這樣來處理 這樣來對待 我們明來話講的一句 誰人不見 我是山西選的立委 我對移民 我那邊沒有移民的 那個選民 只不過是說 是國家的一個尊嚴 只不過是說 東盛級16號 是我們的國人 你認為 這次的事情 日本 有需要跟我們 道歉嗎 170萬的保證金 要還我們嗎 這個 這個是我們 提出來的要求之一 那事實上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立刻 向日方提出抗議 而且提出了 一連串的這個要求 其中包括要 捍衛公海捕魚自由 剛剛提到 聯合號的事 是這個 雙方經濟海域重疊 那這一次是公海嘛 所以我們就有 第一個就是 要捍衛公海捕魚的自由 第二個就是 反對日本違法扣權 就是說 他把這個公海 設定成為他的經濟海域 這個是不對的 第三個 我們表示說 我們將會強力 維護漁民的權益 所以如果 未來如果繼續發生這樣 我們還會繼續的抗議 繼續的賦魚 市長我要請教你的是說 這次的事情 要求日方道歉 合理嗎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之一 但是我們 基本上我們是要 要求日本尊重我國 及其他國家在這個海域的 航行 及漁服的這個權益 其中之一表示就是合理 然後也要求就是 退還那個保證監 如果不合理的話 你也不會說是其中之一嘛 對不對 市長我們在媒體披露 剛剛我們 主席剛剛講的 你來我走的台日默契 這個就叫 我們江委員剛剛講的 我們就好像 就是承認日本 有沖之鳥 交管轄的這個默契 你說是不是 那從來沒有承認過 從來沒有承認過 那為什麼 他的船來還是什麼 我們的船要走 他走了以後 我們才要去 從這幾天的發展可以看出來 如果我們有護漁的行動的時候 就沒有這種事情 那當然如果我們單獨的漁船 在那邊做業 你看到他的軍艦過來 你當然先避一避嘛 這個是一種默契 所謂心照不宣 我知道你比我大 所以我先走開一下 所謂的默契 剛剛委員有問的 也沒有文書上 也沒有什麼 沒有 這就是一個 就是默契 對 那就是黑箱咯 也沒有啊 就是大家 那談也沒有人看到 也沒有人在 也沒有聽到 也沒有看到 也沒有文字 那什麼 什麼叫黑箱 這不是黑箱嗎 沒有 黑箱是 不公開的談判 或者是協商 那這個是就是雙方 實際 大家在作業的時候 我就知道 你這個 金鑑來了 我當然先避一下嘛 這個是 沒有沒有 從來沒有正式的去談這件事情 那這個默契 我們哪些單位知道 移民團體都知道嗎 全國的移民都知道嗎 應該都知道 都知道 但是在我們這個 海洋工法 那個不用重複啦 就是 200海裡的這個 這個經濟海域啊 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啦 所以 我認為啊 我們跟他有這種默契啊 我認為是一種 喪錢乳鍋的默契 您覺得我的說法這樣可以嗎 我沒辦法這樣講啦 不敢溝通 因為這個日本他是主張 他有經濟海域的 他是認為他是個島 問題他的主張不合法啊 對 現在是還沒有這個 正式的這個決定啦 因為他是2008年提出來 像這個聯合國這個 大陸交程界限委員會提出這個申請 但是還沒有做成決議 所以現在是一個爭議的地區啦 最好解決的辦法啦 我先問那個次長啦 我們多次也表示嚴正的這個態度啦 我們 蔡英文總總統也提了權力捍衛啦 問題我們的軍艦也好 我們還 尋屬的 富裕也好 也不是長久之計啦 你說 你說對嗎 這也不是長久之計 所以說協商 還要人家肯跟你協商 剛剛委員也講了 那個 那個 武力摩擦的那個 最不願意大家看到的啦 那也不講了啦 協商我們也要強勢一點啦 當初聯合號的時候 我們不是召回那個 注入的洗代表嗎 我們 不能升高我們外交部的層級 把我們的注入代表 召回嘛 搞不好他還把我 他也抗議我們啦 搞不好他還把駐台的 召回去 那到時候 他好像他更有理的樣子 我們不能比日本矮一節啊 不會 不會 我們是距離力爭啦 距離力爭是爭不到啊 我們沒有把這個 這個層級升高起來 表示我們 很 很生氣很怎樣 把這個層級升高起來 距離力爭 那句話也不能講啦 人家不理你的話 不理睬你 不會啦 這個我想雙方都會 理性克制的來處理這個 是說以後啊 就可以永續的 也不用我們的時常派什麼 什麼 什麼 那個去賦儀 那個 油錢可能也 也不少錢 也不是 也不是貓作老鼠 你來我走 我 大家講好來 我們主要的是說 升高這個層級 就是讓對方能夠上談判桌 甚至於把這個 收支鳥礁這附近的海域的 我們可以納入我們這個 台日一夜的協定 這個以後大家就 長眼之際 援久之際嘛 對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啦 然後 我們的蔡總統問到這件事情 是左手右手我是忘記的 全力捍衛 當然我們也希望全力捍衛 但是有一些 我們的也是我們的前部長 小迪大作 我們的 這個 前行政院長 我們以後的諸日代表 說這個可能 出動大法夜見 可能是同時對日美先戰 我們也有 我們委員呼籲 停止幼稚行動 這些談論 跟我們的蔡總統的 全力捍衛 聲音沒有這麼大 全力捍衛 有衝突嗎 這個 其他個人的言論 我們尊重 但是那個不是外交部的立場 我們還是主張要協商 然後達成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總歸以繼 以後的執政團隊 總統的態度是這樣 當然下面的各部會 不管是 是注入的也好 甚至於我建議 當然 委員大家自己有自由的發言前 就是說 政府 部會的 首長那些的發言 至少 馬要跟總統講的 至少也要 以致 對不對 會 我相信這個 有關護語單位還繼續 強力的護語 但是外交部能會 從協商 跟日本理性的對談 來進行 市長 賦予全力的賦予 是沒有錯 那終歸 不是 長久之計 還是回歸到剛剛講的 還是用什麼手段 讓他可以上談判桌 上談判桌以後 看能不能把 沖織鳥礁 這個附近的海域的 這個可以讓我們 國人的移民 可以自由的 去那邊捕魚 我們也不用派 什麼什麼 軍艦啦 軍艦也不講啦 那個海巡署的那些 艦艇器也不用這樣 那才是長久之計 也不是說我們 努力的賦予 努力的賦予 那也不是長久之計 拜託市長 是我們全力推動 大家共同努力 謝謝委員 我們全國的國民 做你們的後盾 是 謝謝委員 保護我們國家的尊嚴 保護我們的移民 應該有的潛意 拜託你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劉世帆委員 諮詢 謝謝主席 我想先請外交部的侯次長 還有我們國安局的副局長 侯次長還有國安局副局長 您剛在回答的時候 好像似乎 部裡頭還沒有正式 拿到這個 WHA給我們 蔣炳黃部長的邀請函 是嗎 我們是 現在是跟我講說 剛剛收到 剛剛收到 那你有沒有看到原文 我這邊是有從媒體報紙裡面 拿到的一個原文 我有看過 他確實在第一句的時候 對 我有看過 OK 那你的感想呢 他還是提到2758號 還有1972年的WHA的resolution 25.1 那您的想法怎麼樣 我為什麼要特別告訴你 過去您是老外交人 在過去七屆的WHO的邀請函裡面 從來沒有出現這兩句 對 那為什麼會在這一次裡面 特別出現這一個 會不會讓他覺得說 蔡英文總統要上任以後呢 WHA藉由他們的秘書長 陳馮富貞總幹事 他是香港人 其實也是代表中國 來給台灣穿小鞋 讓我們的外交上面呢 突生困境 你的感想怎麼樣 當然這個是很突兀啦 而且很不合理啦 因為這個過去七年 就像委員講的 都是單純的邀請我們去參加嘛 做專業尊嚴的參與啦 那這一次這個添加那個 義中原則 那是很不應該 如果我們吞不下去的話 那或者是說 我們有其他的官方的抗議管道的話 會不會突生變數 變成到時候 我們的準衛福部長 林皺炎博士 也沒辦法如其成行 或者到那個地方去以後呢 把我們的位置排得邊邊邊邊 角角落落 會不會這樣子 還是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變數了 我們還是可以如其成行 我們是希望這樣啦 那當然這個 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本身也不太會有這種 出入其來的這種做法啦 應該是會 所以這封信發出來 負責簽名的Margaret Chan 他確實是因為 受到中國給他的壓力 或是中國給他的指示 才發出這樣的信件 讓我們的新政府穿小鞋 對不對 這個是合理的懷疑啦 合理的懷疑 所以我們要繼續來斡旋嘛 是 另外一個合理的懷疑 我覺得更有趣喔 1971年的2758號 他當時出來變成這個 resolution的時候 打的是我們的蔣中正 蔣介石的政權 那更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的蔣中正呢 在同年的26號 自己發表了一個 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裡面特別提到 對於本屆大會 也就是聯合國大會 所通過此項違反憲章規定的 非法權益 中華民國政府 與全中國人民 絕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也就是當時我們的蔣總統 不是經過民選出來的蔣總統 他已經否決了 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任的 馬英九總統 他居然會對2758號 可以吞得下去 然後呢 聯合國外 聯合聯合國 來唱賀 然後給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這樣 穿小鞋 你們也知道這個吧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老的外交人 當時的這個 風風雨雨啊 其實 WHA Resolution的25.1 也是根據這個方式 裡面寫的完全一模一樣 那既然蔣中正已經不承認2758號 現在來個2758號 強跳在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2300萬人的身上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外交活路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活路外交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的蔣總統啊 蔣中正總統 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大家都知道 當時所寫的被驅逐出去的是 蔣介石的政權 怎麼會出現這個部分呢 我要請問一下 在我們外交部的立場 我們會同意 或是我們承認2758號這個resolution嗎 我們是不同意 不接受 不同意也不接受嘛 那目前為止 不管你是從蔣中正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過去以前以來 一直以來都不接受 那現在突然來一個這樣子的函 就灌在我們的 未來的衛福部的這個邀請函 前面的第一句的話 請問我們的外交部如何去斡旋 如何表達我們在外交上面 一個理性的抗議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會以為啊 尤其其他的在野黨的人啊 會以為說 民進黨是不是要開始處理悲情路線 沒有 我們要理性對待 而且我們要正面接受這樣的挑戰 正面迎戰 那我想要知道 我們現在的外交部 怎麼處理這一塊 怎麼協助我們的衛福部 處理這一塊 就這個個案來講 我們是不接受的啦 因為 那個世界衛生大會啊 我們七年來都是以專業 這種參與啊 沒錯 獲得國際的肯定 而且從來沒有這兩句話 對它的貢獻啊意義啊 這個國際 所以你的懷疑 是不是因為有新政府嗎 那個 蔡英文要上台的關係 跟所謂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其他的有黨啊 很奇怪 庸人至擾之啊 其實是現在我們 所有的黨派 一直要對外 來處理我們自己現在外交上面 所面臨的困境 而不是一味的跟中國來唱和 來打壓我們自己的外交空間 次長您請休息一下 我想問一下我們的國安局副局長 副局長您剛在回答 您剛在回答 我們有一些同仁的問話的時候呢 我想特別請教一下 從肯亞案 從我們現在的WHA的案 從日本的沖之鳥礁 從南海的太平島的爭議 你有沒有發現到 無風不起浪 那開始在拍浪的 開始在吹風的 都是我們的馬英九總統跟他的部署 怎麼會發生這樣子呢 這個對於我們區域的和平穩定 是不是會有不良的影響 我不曉得委員所指的那個 這個 來 南海的太平島 這個爭議的部分 本來是菲律賓跟中國 對不對 但是美國 他們有曾經發表過說 中國跟台灣過度聲索 有關於主權的問題 對於在處理國際法庭上面的狀況 再來一個 我們的沖之鳥礁的部分 明明是可以透過外交 或者是我們專業的管道來做斡旋 偏偏我們除了海巡署出去以後 又要強調我們的軍艦隨之就到 好像所有的漁船出去 一艘漁船就會配一個海巡署的巡護艦 就配一個漁業署的巡航艦 就會配一個拉法業艦 哪是這樣這件事情啊 還是只會讓他知道說 欸你看看 這個台灣的存在呢 與各方為敵啊 所以我可以跟菲律賓 我可以跟日本 等等 像這一次也是一樣 處理WHA的部分 跑到人家那邊去跟他講說 九二共識很重要 所以出來一個結果 欸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跟我們標榜我們希望我們的國際社會上 可以看待中華民國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的存在 可以和平穩定的發展 不是完全相反嗎 那國安局每一次在跟這個馬英九總統做這個國安匯報的時候 沒有提出來說 現在政權交接在即 請稍安勿躁 請問國安局會不會這樣報告國安會 我想我們會對在這個兩個政府交接之際啊 我們會做很多的一些延期跟評估 但是我們不會去涉及到這些有關於政策方面的問題 我只問你兩個評估好嗎 肯亞案的評估 你覺得怎麼樣 你們的演習報告是什麼 目前我們不管是肯亞剛剛主席所談到的馬來西亞肯亞 或甘比亞這三亞事件 或者是南海的問題 或者剛剛所提到最多的這個沖織鳥礁的一個主權經濟海域200海裡的問題 以及剛剛所最關切的WHA跟WHO的問題 我想這些整個總的來看 從去年11月底開始一直到現在 中共對兩岸關係的這個作為 一直是朝警的方面在做 沒錯 那麼它朝這個警的方面在做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戰略意義 但是我們看 那我只想 對不起我知道 我只想要問一下我們國安局所寫的這些報告 不管是口頭或是書面報告 報告我們現任的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會不會表錯情 然後馬英九總統會錯意 所以就一直在我們媒體上面鬧出這麼多的新聞 沒有辦法和平穩定的把政權做一個交接 在民主時代裡面要和平穩定的政權交接 是大家所願意看到的狀況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每天每時每刻都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是跟委員說明我想不應該會發生像委員所講的狀況 那我們以這兩個目前最夯的這個事件 不管是WHA或者是東芝這個沖之鳥礁的這個狀況來看 用結果論來看 目前都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而且也都在一個朝良性發展的狀況之下 所以WHA的部分你的判斷是覺得我們所有的官員可以如期去參加在日內瓦的這個大會 然後也可以發表五分鐘的演說 然後不會被中國在當地的時間或是在國際媒體面前穿小鞋 從現有所有的資訊來看 除了中共那一方面我們沒有辦法掌控以外 其他所有的狀況我們都預判 你這樣講會更緊張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中國的狀況 它怎麼樣的掌控法 我覺得這樣子的報告 這樣子的回答我不是很滿意 它已經在各方面打壓我們了 這是個事實 所以會持續打壓嗎 而且越來越緊縮 而且會緊縮到我們的國際空間上面 完全正確 對 另外我也要請那個也是一樣和侯次長同樣的道理 這個我們的羅英學部長前兩天 跟我們委員在其他的委員會報告的時候說 相關的這個肯亞案這個部分呢 還有很多未爆彈在很多國家會發生 那本席最關心的就是說透過外交部或是法務部 跟很多不同的非邦交國 在談判有關於司法或者是刑事的這個引渡條約的時候動作太慢 如果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現在可以談妥這樣子的一個談判 把這個相關的罪犯 不管是在兩個地方或是三個地方以上犯罪 做引渡或是保障這個犯罪嫌疑人的權益的時候 台灣永遠會被人當成是老二或者是老三 所以我想要知道外交部怎麼樣協助我們的法務部 甚至我們的陸委會來處理有關於這種談判事宜 有沒有設定目標 因為太少了 真正跟我們有引渡的全世界那麼多 你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那個簽證有164個國家跟地區 結果跟我們有引渡的只有12個 要怕死人的 變成到時候我們國人到別的地方去 如果被害或是害到別人 到時候全部都關押在別的國家的監牢裡面 完全得不到任何人道或是法律上應有的協助 這個我們對於是不是在其他國家還有沒有這種疑似詐騙集團 我們是有請在全世界的助館在清查 那當然這個有的地方回報是有 有的是沒有了 那這個在有的地方我們都會去跟對方政府聯繫 第一個就是要尊重我們這個國際管理員管轄原則 那如果說這個是確實有在當地有犯罪行為 那我們尊重當地國的管轄 可是在判刑或者判無罪之後呢 要這個遣送的話要遣送到我們國家 我要跟外交部特別請求幫忙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做成任何協議的話 可以仿效英國或是德國 我們有簽所謂的MOU 希望用MOU的方式先保障一下我們的國人 在外國或是第三地 如果有犯罪的話 讓他有得到人道的待遇 非常的重要好嗎 那因為我時間到了 所以就謝謝國安局跟法務部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呂玉林委員質詢 馬文君委員質詢完畢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休息完畢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主席我們先請侯次長還有海巡署跟漁業署的副署長 海巡署漁業署副署長 市長長 本期看了今天的一個專案一些報告 各部會的報告 我發現海巡署跟漁業署 你們的報告跟上個禮拜在經濟部的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排這個專案是要關心 這幾天我們的護漁的船隻出去的情形 護漁的狀況 結果你們一字不漏的 上個禮拜還沒有出船出去護漁啊 那怎麼說呢 海巡署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5月6號 我們的三艘現船已經抵達了 可是你報告裡面為什麼都沒有 是 你約束呢 今天的報告為什麼跟上個禮拜的經濟部報告一樣 我們報告是報告整個沖織鳥家的一個 一個處理的情形 處理情形 對呀 那你處理情形呢 你派了多少艘船出去 護漁 這次主要還是海巡署的船 那我們一夜署派了一個 漁訓二號跟著出去這樣 所以我們有三艘 包括宜蘭艦 是不是 報告委員 是我們三艘 我們三艘 日本幾艘 日本四艘 四艘 那在這個沖織鳥礁這個海域裡面 我們有多少漁船在那邊作業 現在大概有幾十艘船在那個區域 他沒有通知但是我們有發現他有在尾隨 海巡署有知道嗎 沒有 被他們軍艦尾隨的 沒有 沒有這個資訊 這些都是我們要知道的 這些就是我們漁船的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派出了宜蘭艦 我們三艘 對他們四艘 我們永遠在這互疑的狀況底下 我們通通都是被動的 被他們打壓的 不代表以前低調 現在就要低調 現在就不能對抗 尤其是現在 馬上 我們的準總統要就職典禮 日本還派人來做慶賀的活動 至於另外一邊 又跟我們嚴重的跟我們對抗 對立 這兩面的手法 所以我們的外交部 次長 我們要嚴明的 好好的跟他們抗議 我們不是兩國是很友好的嗎 為什麼兩面手法的動作出來 不能再低調 不能再忍耐了 我們要抗議啊 是不是 針對沖絲鳥交我們是 這個多次的抗議啦 那而且也一直在這個 推動雙方 能夠坐下來協商一個 比較合理的辦法 這是我們的國家的主權啦 要捍衛主權 絕對不能再低調再隱忍了 尤其是日本 在利益上 國家利益上 他不跟你談的啦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 針對我們國家的海域 我們一定要主動 不要再被動了 好不好 我們有主張那個是公海 所有國家的漁船都 或者船出資啊 都有航行跟漁補的權益 好 而且 我要問一下 我們的外交部 在之前 我們漁船 被他們扣押的時候 我們有 代付 這個算是保證金還是押金的 沒有代付 這是訴訟費嘛 沒有代付 還是以後未來開庭的訴訟保證金 對不對 但是這兩次 有開過庭嗎 有開過庭嗎 沒有開庭 不了兩次就變成我們的罰款喔 那為什麼這一次 我們不能付呢 要叫漁民自己付呢 前面已經付兩次了耶 這個不一樣的情況啦 什麼不一樣的情況 對 上一次是這個 雙方的這個經濟海域 這個互相 這一次也一樣啊 這一次是公海 這是重疊啊 公海 這一次是公海 所以我們並沒有主張經濟海域 這個沖枝鳥礁那個 離我們是1600公里啊 所以我們並沒有主張 那這個是日本在主張 市長沖枝鳥礁啊 比我的辦公室還小耶 日本在主張他的主權 所以他們是才會有這個 所以這哪裡有什麼海域的問題 所以我們自己要強硬起來 我們主權不能這樣漠視 不能這麼低調啊 我們漁民的權益 漁民的安全 我們要負責任的 好不好 是 好 先請回 我想問一下 市長你先留下 我們要想問一下我們的 WHA我們的衛福部 衛福部的基間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已經 報名參加 這次的世衛大會了嗎 還沒 世衛大會的邀請人是誰 邀請我們國家是誰 這個邀請函的收建者是我們的蔣炳黃部長 是蔣部長 是的 那要參加的人是誰 因為他給蔣部長的這個邀請函指說 我們邀請你們來參與 那請你提供給我參與的名單 所以 這個參與的人就是這些參與的名單 他主要是以衛生官員為主 所以我們參加這個 世衛大會啊 這對我們國際的地位 跟我們國際發展的空間 是不是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參加這個會 是的 因為不斷有新興的傳染病 有各式各樣 所以我想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是對我們全國國民健康的保障 當然我們也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所以我們在2005年的時候 我們就參加了 那時候 2009第一年 2005年 2005年我們是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那時候我們是旁聽員的身份 旁聽員的身份我們用什麼身份 他給我們稱呼什麼 其實因為旁聽就沒有所謂的身份 我們從1997就開始 他在牌子上面 你座位的位置上 他跟你掛什麼 掛中國台灣 其實跟委員報告 在所謂的旁聽並沒有名稱的問題 因為旁聽是申請到旁聽時下 可是你座位 你的座位他就跟你擺個名字再下去啊 擺個稱呼下去 要不然你的位置在哪裡 不知道啊 所以這種情形已經跟你寫下 中國台灣 我們還參加了18次 到了2009年的時候 我們 才正式接受 世衛組織的邀請來參加 世衛的 大會 而且這個是 世衛組織的邀請喔 我們這還是用中華台灣 我們用中華台灣的時候 當時我們是 是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啦齁 所以我們那時候參加的是 衛生署長 是 是我們葉署長參加的 那時候被罵什麼 被罵賣台耶 那現在呢 現在他們來邀請我們 上面聲明的2758的決議文 這2758的決議文裡面 大家都 早上也提了很多 的抗議聲音 我們也要報名 報名的時候 我們也會想說 我們現在是請 新政府的新的部長 林皺妍去參加 那時候 既然大家都這麼討論了 我們是不是 要嚴正的 來抗議 不只是更正 參加人的名稱 林皺妍部長 而且我們也要抗議 他要尊重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新民意 是不是這樣子 不能矮化台灣嗎 是 我想適度的 如何表達我們的立場 我們會跟其他部會 做一個確認的回覆 因為截至目前 那是不是應該現在 現在在報名之前 就是要先提出來 這是同一個動作 回函跟報名是 你不能等到參加的時候 你都接受了 你都參加了 你參加之後 你再來抗議 你會不會像 鋼鐵大會一樣 被請出來 對不對 委員這些提醒 我們會注意 我們外交委員會的 所有委員 都可以作為 我們外交部的後盾 我們嚴正的 提出我們的抗議 做得到嗎 我們會回函 會清楚的呈現我們的立場 那其他的在參與的時候 我們的立場 我們要參加 世衛大會 對不對 你們本來說 他如果有2758的決議文 我們是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但是你們還是接受 所以是接受了 接受到表明立場啊 不能讓我們中華民國被矮化 那你就先提出來 是 我們會用這個 呈現我們的立場的這個文字 我們一定會設法把它在 包括回函中做適當的表達 我們找上這麼多個委員 包括民進黨的委員 都提出來了 不能矮化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格啊 所以我們做你的後盾 你們就要提出來了 你們都不敢提 我幫你零提了 我提了 就是 我敬請 我們 針對於世界衛生組織 送到我國的邀請參加 我們世界衛生大會 邀請函的內容 我們納入聯合國275%號的決議文裡面的內容 有顯 有矮化我們中華民國之嫌 嚴重的傷害我們的國格 所以 要邀請 我們現在的衛生服務部的部長 蔣秉華 在這個時候 新舊政府的交接的時候 要請我們的新政府 要做出表態 以我們現在的衛福部的林宙元 部長與會 而且最重要 要更正 這個名字是勢在必行的 也敬請我們的外交部 與衛福部 共同與新政府的團隊來切商 然後 嚴嚴相關更正 與世界衛生組織 明確的表達拒絕 原邀請卡內 有關聯合國2758號 決議文等 涉嫌矮化我國國格的論述 並重申 中華民國的主權 獨立的國家的事實 可以嗎 報告 因為現在的回函都還在擬定當中 所以我們會 就是你的回函在擬定 我才 賤請你們這麼做 我們討論這麼多 都是事實 我們要我們的國格不被矮化 我們就先做 不要到時候你參加的時候 接受了 在現場在抗議 這無意義 是不是 可以做得到嗎 市長 可以 我們會把主席的這個意見納入 這因為很多的外交的磁力 我們外交部 你們就來援領 要怎麼樣去發函去抗議 是 謝謝委員 會 我們會把它納入 所以你們會這麼做 會把這個 本席的建起案 你們會接受 把委員的建議會納入 我們這個回函裡面 建議衛福部來採納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外交部侯次長還有衛福部 請侯次長還有衛福部的機間 委員長 次長長 我想請教 就這幾次 其實我們近來發生的很多的 壯大的外交事件 當然國人也非常的關注 那剛好也面臨到整個政權的交接 我想有些政策方向 可能是跟原來是有一些落差 那就最近的一次 我們剛接到的這個邀請函 WHO秘書出發出來的這個邀請函 裡面特別附帶的一個要求 就是一中原則的這個要求 當然我們的回函還在擬定 不過我想要請教一下外交部還有衛福部 首先我先請衛福部 他們邀請人 蔣部長會不會參加 蔣部長不會參加 蔣部長不會參加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其他的人員 在迴函的時候很明確表述 對不對 蔣 Masson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 過去 illustration他們邀請函 就是邀請函 不會有任何的 有附加的條件 這一次特別在裡面 有加注一中原則的這個部分 當然可能我們要派出參加的準部長 還有包括我們未來我們的執政團隊其實也發表了聲明 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我們的回函是希望不理一中 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不會接受它所謂一中原則 因為這是一個很專業的世界衛生大會 所以我們會很強力的表態 因為對於我們的國格對於我們的國家尊嚴 還有我們參與這個會議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全體國民的健康 還有我們所付出的這些過去的努力所做的表述 可是我們面對的對象其實不是一個很友善的對象 而且小動作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現在尤其在近期 中共的一些小手段其實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比如說像過去 像前不久我們去參加世界鋼鐵大會發生的狀況 那我們怎麼辦 有沒有做過類似的沙盤推演 有啦各種狀況我們都有推演過 怎麼做 說跟委員報告因為 我們在這裡跟委員報告我們怎麼做 其實我想是我們只能跟委員報告 我們跟外交部密切的在演練各種情況 這個部分都有設想到了嘛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狀況 可以想像得到的 也讓我們國人初步了解 我們現在的外交困境 你們的沙盤推演 細節的部分如果不方便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你透過還有很多的管道 可以協助我們一些溝通的一些對象等等 那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你們有模擬過的 可以簡單說明嗎 這個我們就各種狀況都有模擬啦 但是可怕不好再事先來對外來宣布啦 好那你們都已經有模擬過 以他們的那種態度一次比一次強烈的狀況來看 你們覺得這樣的模擬或者這樣的因應的方式 或者有一些做法 你們覺得會不會有效 萬一在當下我們很難做出有效的一個訴求的時候 我們又怎麼辦 你們有模擬沒有錯 可是是不是可以達到 跟委員報告 你們的看法 我想原則是專業跟尊嚴 所以當尊嚴受到影響的時候 寧可 我們沒有說 寧可 我們會有各種的可能性都會有演練 對 因為其實我們是預判啦 就是說我們當然很希望 因為其實這個關係到我們全體國人的一些權益 那我們過去參加的時間也很長了 不過我們透過的管道 我相信外交部還有相關單位 衛福部等等 其實你們一定也有因應之道 不過我們是希望 怎麼樣讓它可以更圓滿的 可以解決 萬一如果沒有 其實大家可能也要設想到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參加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參加 或者不願意參加 未來還有很多我們參與國際組織的狀況也會不斷的發生 所以這一個會議我們是不是參加 怎麼參加 其實是有指標性的意義 今天我要特別提出來 當然我也相信你們已經有一些因應之道 或者有一些撒盤推延 我們也希望可以很成功的可以達成 那另外我要再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在近年發生的這些重大的外交事件 其實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兩岸關係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然後在我們的國際關係也面臨更大的困境 兩位請回 我想請國安局 因為就很多我們今天各個部會所寫出來的報告以外 我看了我們國安局的報告 其實對於這幾個事件 對我們國際關係的影響評估 國安局應該是處於比較悲觀的看法 對不對 就是未來我們在國際關係上面的態勢 越來越困難 而且受到中共的阻撓 或者他們的一些其他的做法 包括去影響我們的一些邦交國 或者其他 我們包括在經貿各方面的發展等等 其實他們的作為 好像也越來越強勢 從你的報告裡面 不管是甘比亞的建交 不管是包括日本的島礁的這個事件 這個當然是跟日本的關係比較密切 不過當然日本也希望繼續跟我們維持比較友好的關係 那當然也是牽動到我們整個東亞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 各個國家之間 大家的關係等等 所以我們也希望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我們也希望在整個國土或者我們所有國人漁民的一些尊嚴跟考量上面 我們還是應該主張要強勢 不可以他們說什麼就什麼 不過日本在這一方面好像也希望傾向是比較和緩的協調的模式 那還有包括中共打擊我們的一些電信詐騙案等等他們的做法 我看好像我們國安單位是認為是越來越難跟他們做一些互動跟溝通 目前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跟委員說明 目前我剛剛有特別提及 從去年底一直到目前5月份為止 兩岸的關係在中共這個強力的打壓之下 它各項的交流不管是經貿或者兩岸一般的一些交流 甚至智庫民間學者的交流 它目前都有終止或者逐漸減少 或者是這個設立高的條件或者是加上其他的限制等等這些因素在作為 但是它做這些動作的同時 它都沒有一些這個很正式的一個宣布 也就是說它還一直保留一個彈性的空間 就像這個陸克來台這件事情而言 它一直不承認它有限制陸克來台 但是我們實際了解它在很多的作為上 不管是簽證的發放或者是申請或者是原額的分配 或者是各省這個台辦 它在管制這個旅遊的原額的時候 它都有各種各式的拖延的方法 我想這就是它慣用的一些伎倆 那麼在兩岸新政府在交替之際 它這些方面的打壓跟作為 我想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預判 所以其實可以想見就我們國安單位 掌握的這些訊息 其實可能我們未來在外交發展 還有很多國際關係 還有很多包括其他的經貿的發展 其實我們面臨的態勢可能也是比過去還要嚴峻 對不對 對 就我們的看法 當然 委員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那剛剛我們也提到 最近要參加WHA的會議 其實已經有面臨到這樣的一些打壓 那未來其實像美國其實基本上 它很支持台灣加入我們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對台灣來說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當然美方會支持我們 也是因為台灣其實自身在國際組織之外 可是台灣的護照又非常好用 我們大概每年有兩萬多本的護照是被盜用的 那可能形成很多很多變成我們可能成為犯罪的天堂 或很大的一些刑事案件的一個漏洞 那像這樣的一個部分 尤其剛剛我們提到 這些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事件 牽涉到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大家也非常關注的就詐騙事件 其實這個跟國際刑警組織也應該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像這樣我們一直希望可以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或者像我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等 像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 我們未來在你們掌握的訊息 這些會有什麼樣明顯的變化 或者會有什麼樣的困境嗎 我想跟委員說明 就是剛剛您所提到的這些國際組織 都是我們現在政府各部會一直在努力 持續保持聯繫參與的這些活動 那麼中共當然會持續打壓 那麼我們還是會持續努力的 跟這些組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那麼剛剛其實外交部也都報告了 這是WHA的這個參加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歐美的國家都站出來替我們講話 那麼他們替我們講話有很多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不僅是在疫情 我們不僅是在這些醫療保健 我們不僅是在這些非傳統威脅上面 我們是國際的一個貢獻者 我們是一個奉獻者 所以我們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麼在這些剛剛您所提到的這個國際刑警組織也好 或者國際氣象這些組織也好 那麼他們也需要台灣的奉獻 他們也需要台灣的付出 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經驗 跟以及過去我們所遭受到了 例如說SARS的這些痛苦的一些防疫的一些實際的案例 那麼這些都是可以作為世人的一個 極度有價值的一個參考標準 所以台灣在世界是一個無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 如果將來能夠在這些國際組織 尤其是跟人道 跟健康 跟氣候 跟這些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 有奉獻的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這些國家都希望中華民國台灣 能夠參與這些組織 我相信您講到一個重點了 包括WHA的組織 我們要加入這個會議 其實很多歐洲的國家也幫我們講話 剛剛我提到您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在 為什麼他們幫我們講話 其實我們過去在防疫 在一些醫藥的一些貢獻 還有包括我們的醫療制度等等 其實是可以讓很多國家學習的 今天我們希望未來台灣的發展 是以實力取勝 如果你做得好 人家就歡迎我們 台灣有很多的外交困境 不是用政治去考量 今天如果國內把政治搞得一團糟 或者讓它混濁不堪 其實我們走出去的路就會越受限 台灣唯一用我們的實力走出去 我相信才能夠讓大家認同 也才能夠維持我們的尊嚴 不管是哪一方面 今天我們為什麼可以拿到那麼多的簽證 大家的免簽 就是認同台灣 我們要把這樣的實力展現出來 讓更多的國家支持我們 重視我們 也會幫我們講話 這是我們希望可以提出來的 而不是政治 謝謝 是 謝謝委員 是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報告委員會我們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回來之後我們繼續開會 等一會兒 我們先把這個收起來 現在被人家拿走了 太多次了 現在他們都是拿我們的資料來畫 太好了 我們就讓他講 好 辛苦了 沒有 辛苦了 沒有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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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là 我們驚訝 UST 我們1020 5 就來 感谢观看 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我们处理临时提案 请宣读 临时提案第一案 以有关今年世卫组织致发我邀请函参加WHA 内容著名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及一中原则问题 我们认为2009年以来 我方连续七年顺利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 是在国人努力及国际社会支持 与两岸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互动基础上 务实处理相关议题的结果 我方从未认同大陆所谓的一中原则 我方所主张的一中就只有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方面应正是两岸分制的事实 二国际参与是台湾基本权力与义务 也是台湾民众长期的期待 中国大陆不应要求世卫组织对我参与设定条件 这是不治之举 政府应对此表达严正立场 并呼吁两岸应共同致力 维系和平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查医疗卫生是全球共同的责任 事关公平获得基本保健和对跨国疾病威胁的集体防范 我国过去虽仅得以观察原身份出席 但对全球医疗之贡献绝不亚于他国 原此政府不应自意放弃参与WHA的机会 政府更应秉持确保国际参与 及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 持续扩大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提案人江启臣 吕玉玲 徐志荣 马文君 以上宣读 临时提案第二案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注意到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所寄来的邀请函 所涉及台湾出席本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事宜 关切其中所提及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及一个中国原则的说法 确认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无任何涉及台湾 台湾政府及人民再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代表权事宜 三百万人及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与利益 林长佐 蔡世英 吕孙林 以上宣读 好 针对第二个临时提案 有没有意见要提出 来 请 我们外交部 主席我们能不能建议 就是在第二个提案的倒数的第四行 就是表达对友好国家及人民支持 在表达对友好国家 友好国家前面能不能加两个字 友邦及友好国家 谢谢 好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加友邦及友好国家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照修正文字通过第二个临时提案 好 宣读第三案 临时提案第三案 鉴于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送达我国 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邀请函 其内容纳入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等相关内容 先有矮话之嫌 严重伤害我国国格 且应邀请人为现任卫福部部长蒋炳黄 实质新旧政府交接时期 且新政府已表态将由准卫福部部长临奏言与会 则相关邀请名单更正势必在行 原建请外交部与卫福部共同与新政府团队磋杀 严理相关更正韩与世卫组织明确表达拒绝原邀请卡内有关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等 涉嫌短化我国之论述并重申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国家之事实 提案人 吕玉玲 徐志荣 马文军 以上宣读 好 来针对第三个临时提案 来 外交部 主席好 外交部能不能建议一下 在第三个提案的这个倒数的第四行 严理相关更正韩 能不能把更正韩改成回韩 因为在以往的惯例 我们收到了WHO的邀请函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回韩 是可以用回韩这个字来取代更正韩 另外呢 就是在倒数第三行 明确表达拒绝原邀请卡 那个应该是邀请韩 不是邀请卡 把卡能不能改成韩 然后能不能也把这个 我们有这次建议 那个请委员们来做决定 就是明确表达这个 对原邀请韩内 有关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等 涉嫌矮化我国之论述的关切 其他都没有任何建议 谢谢主席 对外交部提出来的修正文字内容建议 有没有其他意见 来 李玉玲委员 主席 刚刚他们有跟我讨论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我原来是要表达拒绝原邀请韩 内的有关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 这个拒绝两个字 我觉得还是要放上去 因为早上我们这么多 不管是民进党的委员 也是大家都骂得那么凶 当然我们要严正抗议就要拒绝了 是不是 罗志胜委员跟我们李孙女委员 OK吗 还是把它放进去 一起 一起啦 表达同意就好了 表达同意啦 一起联署吧 我是帮你们做的 好来 有没有其他意见 都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外交部 旅领委员他主张 就保留他原来表达拒绝原邀请韩内 有关2758号的这个部分 外面有意见 那这样就是 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 严理有关 回函 严理有关回函 与世卫组织 明确表达拒绝原邀请韩内 有关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 等涉嫌矮化我国之论述 没有错吧 好 那我们就是 以刚才这个修正的文字内容 来通过第三个临时提案 好 那我们 这个临时提案处理完毕 接下来我们继续咨询 请 王玉敏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请 我们外交部的侯次长 侯次长 贝勋 外员好 次长好 次长 本期要问你 就是马政府执政这八年来 我们所实施的活路外交 是不是成功的 是不是奏效的 您自己身为外交官 你认为这八年来的活路外交 是不是可行 有效 而且其实是有奏效的 包文 这个八年来 我们确实在 这个外交关系方面 能够继续维持 二十二个邦交国 都没有这个变化 那另外在这个 国际参与方面 都能够顺利的参与 所以应该是有 可以说是有效的 对 我们在八年来 让免签国从五十四国 增加到一百六十四国 这个增加比例非常的高 是高达三倍 然后我们过去 WHA我们只是一个 可以去旁听的角色 但是马政府上任之后呢 他2009年就让他从旁听的角色 变成是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还有我们重返了I care 还有就是NPEC 北太平洋的这个整个委员会 就是渔业的委员会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外交上面的突破跟成果 但是很遗憾 我刚听到有一些民进党的委员 他竟然说活路外交不管用 怎么会不管用呢 这八年来的外交成果 彻彻底底告诉大家 我们走的活路外交 就是走的通行的通的嘛 是不是 对 我刚刚已经这个 好 那另外一个本席要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过去 马政府执政这八年来 我们连续七年 我们都可以用观察员的身份 出席WHA 今年的状况就变得 整个往返的状况 非常的复杂 为什么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不会出现问题 即将上任的蔡英文政府 都还没有执政 就开始在我们的外交上面 出现一些状况跟问题 而吕秀莲副总统 他更不讳言的说 请新政府开始注意 我们有外交漩涡 开始有外交漩涡 我不晓得这个 政府次长 你自己担任这个外交官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也已经观察到 未来的新政府 恐怕他在这个外交路上 并没有那么的平坦 其实有可能会面临 像吕副总统 前吕副总统所提到的 外交漩涡这样的情况 这个其实我们 外交几十年来 都一直都有这种情况存在 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他的打压 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为什么我们这八年来 走得出去 蔡英文政府还没有上台 他们现在看起来 就开始非常困难 八年来是确实比较平顺 不过这个中国大陆的打压 还是继续在的 对 那这八年来 比较平顺的关键点是什么 你认为两岸的关系的稳定 是不是有助于 我们在国际外交上面 创造出更多的空间 两岸关系是不是 还是是蛮关键性的因素 确实两岸关系 跟我们这个国际参与 是有相互影响的 有相互影响吗 绝对是有影响 绝对不是脱离 不可能是没有影响吗 好这个次长先请回 我接下来就要问我们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 今天是师傅主委 请上台 委员好 副主委好 其实你们在报告里面 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来了 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 是两岸互动的基础 这个也是过去八年来 我们跟大陆方面 可以维持稳定和平的交流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您是不是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由这八年的情形来看 应该是有这样的效果 好 那本席要请教你的 接下来的新政府 我们已经看到了 谢长廷已经帮这个蔡英文发言了 她说没有九二共事 他们也不承认九二共事 那有可能在这个蔡英文520的 就职演说上面 也不会提到九二共事 也就是说 过去嘛 政府所建构出来的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这样两岸很好的互动基础 在新政府可能已经不复建了 看不到这样的基础 那看不到这样的基础 您认为未来我们跟大陆的互动跟沟通 要以什么为前提 以什么为基础 怎么样继续再交流下去 在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下主委 或者是陆委会对外的发言 都有讲到说 新政府 即将上任新政府和对岸 应该要有耐性的去做沟通 然后取得双方能够互信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部分我们期待 会有这样的基础出现 然后对两岸民众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您认为还会有什么 如果把九二共事一中各表整个拿掉之后 两岸之间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新论述 是让两岸双方都可以去接受的 而且是可以达到共事的 有这个可能性吗 短期之内您认为新政府提得出来吗 这个部分因为整个两岸的关系 在蔡主席到陆委会的时候 下主委也有跟她做了报告 而且整个两岸的一些近况和相关的重要事项 也透过政府的交接平台 向新政府进行说明 所以这部分我想新政府这边 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 对 本期非常不解的就是 过去马总统辞政八年 他已经用事实跟行动证明了 两岸在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这样的一个互信的基础底下 是可以维持和平稳定的互动的 但是让人家非常不解的是 我们新政府不要 明明可以走得平顺的一条道路 他不要 但是有没有本事再提出另外一个 更好的论述 更稳定的大道 让两岸持续维持这样的一个 和平跟稳定互动 让人家非常的没有信心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论述出来 所以五二零就职之后 如果两岸关系 没有办法继续稳定下来 我们的国际空间 会不会持续遭受到更大的打压跟压力 而吕副总统一直在提醒的外交漩涡是不是即将来临 过去他还曾经用过 外交会面临这种雪崩式的断交 那这让大家非常担心 因为那并不符合中华民国2300万人民的权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真的是让人家忧心忡忡啊 真的是忧心忡忡 那另外一个本期要提到的是 冲之岛礁的冲突 冲之鸟礁的冲突 在这个部分呢 冲之鸟礁的冲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是采取呼吁的行动 捍卫渔民的权益 但是真的非常遗憾 我们看到民进党委员说什么 他说这是暴冲 这是幼稚的行动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呢 而且还刚刚还有委员发言 导果为因 说是我们在引发区域的紧张跟冲突 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是日本逮捕了我们的渔民 难道我们要做事不管吗 难道我们要让日方语取语求吗 我希望大家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根据事实来评论 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是轻痛愁快 我们捍卫我们渔民的主权 到底哪一点做错了 而捍卫的强度再强一点 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不晓得为什么 马政府做到这样子 还要让民进党的委员这样冷嘲热讽 现在能捍卫住的将来 说坦白一点 是民进党政府接任之后 他只会更顺手而已 因为我们把该争取的都先争取到了 所以这一点 一点感激都没有 但是呢 刚刚听到很多委员的发言 还在批判总统府 这个真是令人不可自信 好 接下来 好 这个副作为请回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那个 有关于护照条例 这个也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这边有委员提案 要把他这个 原来这个护照条例施行息者第三条 禁止修改封面的条文 就要把它删除 现在是朝野协商 我们请这个侯次长再上来一下 侯次长 关于这一点 我也希望大家要珍惜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护照 它的好用程度 已经进到全球的25名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对 而且我刚刚讲 我们的免签国也已经达到164 就是164个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释放出错误的讯息 让国人在我们的护照上面 任意去变造 现在已经引发了一些纠纷跟争议了 光是5月份媒体的报导 我们的国人到日本大阪 美国旧金山西雅图与纽约 都有人在护照上面 就是去贴贴纸 贴了这些贴纸之后 遭到禁管人员的询问 后来都是 他们要求要把这些贴纸撕掉之后 才让它通关 这个次长 你这件事情你要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删除 然后去让国人在出国的时候 途征困扰吗 当然外交部立场是 应该要有这个条文在 就避免这个护照 跟它的这个 不管是外观它的内容 都会影响到国人旅行的权益 那我们当然善意提醒 可是如果这个 当初我们也是表示说 如果这个委员会啊 有什么决议啊 我们会尊重 但是当然我们立场还是 觉得是不妥的 好 我想在朝野协商 现在已经被拉下来协商 我希望在朝野协商的过程当中 外交部你的立场要很坚定 因为这个是人民的权益啊 你不要让他 就是在护照上面乱贴一通之后 出国一趟机票很贵啊 让他没有办法达到他原来旅行的目的 然后又被送回来 我觉得这是国人权益的损失 而且中华民国的护照 到底我们现在的护照的封面有什么问题呢 清清楚楚的写着中华民国 而且下面还有台湾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还要贴上乱七八糟的贴纸呢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 该坚持的 我们这个行政部门 立场要非常的坚定 而且要把这个讯息告诉国人 到底有多少人出国 已经因为这样子 他其实他的自己的权益受损 这个要让国人非常清楚的了解 好不好 我们有公布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下一位请郑天才委员咨询 郑天才委员不在 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外交部政务次长 侯次长 郑天才委员咨询 郑天才委员咨询 次长你好 我想今天我们外交部 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专题报告的题目 非常的特别 它的名称是 近来中甘复礁 我国渔船渔充之鸟礁海域 遭日本强扣 肯亚及马来西亚将我国籍诈骗犯遣送中国大陆 WHA邀请韩池 池未送达等重大外交事件对我国 我国际关系可能造成的困境和因应作为的一个专案报告 那我今天看到了今天的专案报告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好奇我想说2008年我们政权交接的时候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到底讨论了什么样子的议题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们马政府上台前的一个多月 外交国防委员会有12次的报告都是例行性的部会业务报告 那其中还有两次的委员会是讨论政务移交和就职典礼 所以这个就表示了说当年陈水扁政府在做一个政权交接的时候 在国防外交议题上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动作或是什么政策的作为 那都是近代我们新任的政府来上台 但是我们反观现在马政府在政权交接前却在国防外交议题上面有再三的有尝试的作为 以至于我们到了今天还要讨论这样子的专案 那我们在外交部的专案报告的结论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说 外交政策及外交工作有其一贯性及延续性 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 我均需持续强化自身力量凝聚共识一致对外 在我国特殊之外交情境下 更需要朝野及全体国人之支持与共同努力 次长我觉得这个说法我非常的认同 因为我觉得说外交这个不论怎么样子的变化 我们都应该要持续的下去 那可是这个马政府对于外交政策上面的做法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认同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 次长能不能请你说明一下 在这些专案报告里面所涉及的案件当中 我们现任的政府有没有知会新政府的团队 那新政府团队有没有提供任何的意见 那如果说我们新政府和现任的政府当中 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那我们现任的政府还有外交部有做什么样的处置吗 谢谢委员 那个我们在上上礼拜 事实上这个准总统蔡英文 还有这个准外交部长 李部长以及其他的国安和外交团队 有到外交部来 我们曾经很详细的把这个外交工作内容 包括政策还有重要的这个要案 我们都有做出做简报 那双方也有意见的沟通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简报 所以你们之间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吗 没有问题 都沟通上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 好 那次长我想再请教一下冲之鸟礁的议题 在103年2月21号的时候 马总统有出席了一个研讨会 那在当时的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里面 第三段里面 有很明确的使用到冲之鸟岛 而且还加注了引号 那再来 105年4月27号 总统再度针对就是东盛级16号的渔船 召开了高层会议 那在总统府所发出的一个声明稿里面的 使用的词汇是用冲之鸟礁 而且还根据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121条对于岛屿的定义 冲之鸟是礁不是礼 所以我想请教次长 对于总统这两年之内 从冲之鸟岛转变成冲之鸟礁的说法 甚至是又要求各政府机关 要使用冲之鸟礁 而非冲之鸟岛 你认为这中间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据我了解它第一次103年4月那一次是用英文讲的 英文它是Oki no Tori Shima 但是我们新闻稿是翻成中文 中文后面那个Sima就是导的意思 所以那个是两个字中间 那当然那个名称是国际间就通用这样讲 所以会有这个误差 那当然这一次最近这个讲 把它定位为交是因为基于这个国际法上 它对于岛的定义 是要能够适合人居日 而且能够维持基本的经济上的生活 那当然这个冲之鸟就不符合这个要件 所以我们才会明确的说它是个交 当然在过去几年来我们还是采取了立场 就是说因为它在国际间也还没有定义 没有确确的定义 所以是一个争议的海域 目前我们是这样的立场 所以次长我想再厘清一下 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 马总统在这两年之内 他对于冲之鸟岛变成冲之鸟交的一个 这样子的用词的转变上面 是因为阴翼上面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不同吗 我想 我也不好去替马总统解释 他为什么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是因为 过去当然我们都认为 它是一个有争议性的海域 可是最近因为它追捕我们的渔船 所以我们才明确的表示说 它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它既然是交就没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就不能够登船林检等等这些作为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比较明确的说法 事实上它还是一个争议性的海域 好 那我希望就是说次长 我们未来在用词前词上面 一定要非常的精准 好 谢谢次长 那我想再请教海巡署副署长 那次长先请回 谢谢 副署长 判委员好 副署长你好 这张图呢 它是根据政府互语标准作业程序 所画出来的一个范围 我们政府互语的范围 那所以我想请教副署长 我们那个冲之鸟礁 大概是在我们这个互语范围之内的哪个地方呢 在之外 在之外 之外860海里这个地方 那靠近哪一个点 那个没有点之外的 它已经在那个我们的 俄兰比往东 860海里 所以就是比较靠近第六点的方向 没有没有 更远了 更远 对 那距离大概多少呢 860海里 860海里 好 那我想请教这样子的距离啊 我们在获得渔业署的通报之后 我们海巡署出舰到这个地方 需要多久的时间 看航数啊 像这次是5月1号起航到5月6号中午抵达 所以看的速度 看派出的舰船速度 所以一般上来说应该是要两天的时间吗 不止 三天 三天半到四天 这次是五天多 因为这是一个余兴二号 我们跟着他同行 所以他会速度慢下来 好 所以这样子的距离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过去政府是不是很少 或是几乎不会到冲之鸟礁附近去护语呢 报委员 我们现在是护语的话 主要是 我们的护语是以我们的专属经济园为主 或者我们的公海 中西太平洋的为主 那这个地方过去没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是纳入我们的中西太平洋巡护里面 好 所以副署长您刚刚提到的状况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发生 其实不是一个常态性的 那如果万一这样子的事情 冲之鸟礁的问题变成常态化的话 我们政府护语的范围是不是要做个检讨 是 那这个我们会跟余月署会讨论 是不是纳入我们这个中西太平洋的巡护范围 好 我想其实不止在那个冲之鸟礁这个问题 我想还有沿岸还有许多 其实渔民也会遇到这样子的困境和问题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海巡署这部分可不可以一起做个同盘检讨 因为其实渔民的权益 不只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维护的 但是护语这件事情不是最终的手段 我们还是要透过外交的程序去做一个解决 所以我想再请海巡署这部分可不可以做一个检讨 然后外交部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是 可以吗 只要渔民 护语是我们的天职 也是我们责乎旁贷着 虽然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再有渔民需求 我们就全力以赴 这一点没问题 而且我们不断地检讨 这个委员您放弃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好 那再麻烦副署长 是 好 谢谢 下位请张鸿路委员咨询 我想请农委会跟海巡署跟外交部 农委会应该是渔月署啦 海巡署还有外交部 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农委会 在这个农之鸟到底是焦或捞 我们现在当然是焦 这里是否我们传统的渔场 是没有错 因为每年在这个时候 会有很多船在这边作业 没错嘛 没错 这边缠什么鱼 很多啦 像鱼鱼啦 鬼头刀等等 它拒绝很多 特别是鱼这一部分是最多的 也有鯊鱼 还有其余吧 其实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 如果要讲啦 偷魚的人说这个是杂鱼的 杂鱼的渔场 什么渔都有嘛 是我们传统的嘛 传统渔场 那我再问一下外交部 这一个农之鸟 在日本的定义是什么 就他们的 他认为是岛 不是啦 我没有讲岛或礁哦 我现在只问你农之鸟 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是地名啦 我当然知道啊 他的定义是什么 他不是一个台北一个地名啊 你问我们赵基人 台中市的枫园 他以前为什么叫枫园 葫芦敦然后枫园 是丰富的平原啊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张基人没错嘛 你要执行我是不是 不是啦 我说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冲之鸟 是什么意思 日文我没有研究了 我不是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没有 那其实他也是 类似一个鸟 可以站立 可以什么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我觉得 这今天 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问 然后问农委会 这是我们传统的渔场 你也说是嘛 那所以呢 那我现在就是要问一下 我们的海巡署 其实这应该我们以前的 海巡署的渔船有到那边过吗 海巡署的舰艇有到那边过吗 我们有 光海巡物有 那是 国防部 不是 国防部每年也都有敦目舰队啊 不是 我们的定期 我们跟岳署 我的意思是 你是有定期 不定去吗 有 有 每年 对 但不一定 我们以为那个是ABCDE区 那我们会配合 配合岳署 配合农委会 来律定哪一个区 但是有 每年 对 但是哪一个区不一定 对啦 我当然知道每年有不同的区嘛 对 我现在是问你说 冲之鸟这个地区 是有每年去的吗 几乎是有 几乎有或没有 或几乎其实我国文也没有太差 我也听不懂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有 每年 对 再给你一次机会 每年吗 有 我们纳入那个 每年都有到冲之鸟这个地区吗 我不管是交货岛 是 每年 行经过 那你给我 我跟你讲 你给我十年内 我们海巡署有这个固定这个 公海上的你给我 是 好 我们把资料送给 每年都有 是 好 好 我想要问一下 可是你们农委会 今天 只有你来 我想问一下 4月11号 农委会副主委 沙智一获马总统颁发四等锦辛勋章 他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据我了解是因为我们过去沙智主委在推动台日跟台非非常成功 特别是我们跟台日签订台日一月协议 那跟菲律宾也签订有一个执法协议 所以算是蛮成功的一些协议 很成功嘛 我手头上的资料是4月11号嘛 那我们这次东盛级被抓是几月几号 4月25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啊你还要问 4月25号嘛对不对 4月24号晚上就 就发出警讯就大概知道有这件事了嘛 你看 4月11号 四等勋章一班 马上就有 那你觉得这样子成功吗 当然啦要你说你的长官不方便 我在这边我觉得我要请教你一下 我从媒体上我看到 我们的船长有打电话跟屏东渔会跟我们再三确认 他说有日本的这个舰艇来 要不要跑要不要赶快走 我们的人跟他讲说不用那里是公海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我初步了解没有叫他不要跑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直跟委员报告 在那个水域我们是视为公海 既然公海 台湾的遗传就可以补移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争议水域 所谓争议水域因为日本的船 这个Costcar或者公物船会出来 那我们要求移民要特别注意要提防 不是我现在问嘛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嘛 媒体有写啊 这不是我自己随便讲的喔 呃我们所理解的是 就是他打的电话已经是船被扣了 报纸写的不是这样喔 我们理解是这样子 那我问一下那个 这个我们海巡 跟我们外交部 这里有没有以前 就像媒体写的还有很多渔民讲的 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 你只要我们台湾的渔船在那边捕鱼 你只要没有日本的巡逻艇到 就没事 如果到他就跑 就是也没有签也没有什么 就是不成文的规定 有这样吗 报告委员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海巡署从来没有这个讯息 农业 那个农委会 呃我也没有听过 我不是很了解这样子 那外交部 当然这个是不成文啦 就是说所以不存在任何地方 可是这是一个这个practice OK嘛齁 外交部有这个嘛齁 对嘛齁 所以呢 我会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马总统 要在4月11号 然后特别颁给我们农委会副主委 这个四等勋章 然后4月25号这几天 我们的如果报章媒体写的都是正确的 齁 为什么 他打回来我们的余会 我们的余会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这次就可以留在那边不要跑 我觉得这里面很奇怪 他的勋章是不是因为跟马总统套好啊 要来故意跟日本找杂 然后才获颁这个勋章 不然为什么4月11号颁发勋章 然后4月20号我们渔船就被抓 这里他的业务应该很厉害啊 这点我真的很 很怀疑 所以我在这边我要邀 哦 那个赵基隆我要要求那个农委会 你把能不能把 这个 我们当初渔船跟农会什么 这些的 他的通话的讯息 通话的那个录音带 给我们立法院 也不用给我个人 但我一定要拿到 然后给我们立法院 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尽量去了解一下 到底他通话到底是 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么久了 你们要谈判你们要干嘛 我们理解的是没有这样 我不相信你们这边没有任何资料 我不相信没有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它拿过来 可以吗 可以我们尽量来说起 因为我们 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咨询 我们的重点是要保护我们的渔民 其他的 我觉得那都是外交当然有外交的手段 这也好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什么都要兼顾 然后外交是很复杂的 然后我们海巡 也不能说因为 每次只要一有新闻来 然后又要配合国防部 船就要出去 然后呢 这样子是类似我们海巡的弟兄 跟我们海军的弟兄 我们应该有一套机制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这个机制之上 我们不能有任何人 农委要特别去 达到任何目的去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化国家 才是要做的 而且对我们渔民 应该要负责任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的认为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一个国家 应该这样做 你们都不认同 都不认同 外交部你觉得是不是应该 互移是我们是一直在做的 好 农委会 你不认同 互移是应该的 那当然就长期来讲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比较远 所以我们 就农委会的意义长 是希望透过外交的途径 趕快来做解决 那这游戏 一传三游戏 切到 切保他的平安 好 海巡呢 只要有渔民 不管渔民打118 或者 或者 我跟你讲 我们都一定 我知道啦 大家都有一套游戏规则 我现在要的是说 除了这个游戏规则之外 不能有例外 我们渔民的权利 不能被外交或海巡 或任何手段去牺牲 这才是我今天咨询的重点 是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请国安局做副局长 国安局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是不是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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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報告怎麼寫 顯示WHA遵守中共一中原則 符合中共立場 具有矮化我地位意圖 你覺得 副市長 你覺得蔡英信的說法要正面看待 國安局的立場也是正面看待嗎 我想我們的報告 如果你正面看待你就不會說 具有矮化我地位意圖 矮化就是對我主權的打壓 跟犧牲我國主權 這怎麼會正面呢 馬英九可以為了這個沖織鳥礁 連續召開兩次國安高層會議 立刻決定派出軍警去護娛 這個事情 國安局評估是有矮化我國主權地位意圖 請問 馬英九有沒有針對WHA的邀請安事件 有沒有召開相關的國安高層會議 據我所知 今天下午應該就會召開相關的會議 相對於沖織鳥礁的處理 欲日則映 欲重就軟 就是馬英九的這個特色 是敵是友都搞不太清楚 從對面政治 地面經濟 日本當然是跟我們長期的這個邦交關係啊 長期的這個盟友關係啊 護一眾事件當然我覺得也應該要做 但是你派出軍艦這種高強度的 有可能造成武力的對峙跟衝突 三軍統帥怎麼可以那麼率為之 國安局難道沒有給馬英九這種建議嗎 他針對WHA這種被你們認為 有矮化我國這個主權的這個不好的企圖 你們沒有要求他召開國安會議嗎 副局長 我想我們政府之間各部會持續對這個問題 我簡單問你啦 應該正面看待嗎 我們都一直有在開會議 應該要正面看待嗎 戒證恐懼 然後呢 要做好所有相關的沙盤會議 不應當是正面看待 這個誠意其實不知所云啊 滿有不曉得在想什麼東西 真的我們全民都因為這樣子 而且非常恐懼他最後幾天會做什麼事情 好來接著問這個陸委會 副主委 針對你們包括針對陸方宣稱 我參與WHA是在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協調向所做安排的談話 本會意向陸方表達政府嚴正立場 你要正面看待嗎 我們是主張用平等尊嚴的前提 那你覺得陳以信這種說法 你覺得應該要正面看待嗎 是兩岸過去的這個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的善意的延續嗎 所以我們對邀請韓附加的表現 所以你是不是陳以信的說法不以為難 我們已經表達我們的不滿和嚴正立場 那你有沒有跟你這個總統五高層說過 這樣子的發言是不妥當的 好問一下那個外交部 那個市長 委員好 這個邀請韓任何有代辦事處收到之後 它跟過去不一樣地方 它指明要講米狂對不對 過去都指明給衛福部部長 沒有錯嗎 那今年你們世界區要就通知秘書處 說我們已經政權要轉移 新的部長叫林某某 照理說這個邀請就應該是要有新的部長 因為5月23號開會 5月20號已經政權移轉了 它還是用蔣秉皇 那是不是非常不友善的 而且你加出這個聯合國2758 加上WTN的25.1的決議 非常的不善言 明確的是用這種聯合國秘書處的這個不平等的待遇 來壓制我們五國的參與 來矮壞我國家主權 外交部應當正面看待嗎 這個確實是不適宜 陳以信 發言 發言適當嘛 總統發言人怎麼可以這樣隨便輕易發言 傷害國家主權呢 他不是跟對岸隔海唱和嗎 我嚴重可以說告你這個叛國罪 所有政府相關的中央機關 全部都是嚴肅以待 全部就是表示這個嚴重抗議 不是抗議就表示憂慮 只有總統我是用正面 馬恩講不是跟中國在隔海唱和嗎 很嚴重可以告他叛國罪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勢演變 我們可能就要參加 要參加WTO的會議 不管參加的方式 我們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但是外交部一定要有相關的作為 好 我請這個外交部相關的司長請上來 雅菲斯正副司長 歐洲司 高司長 北美司 雅副司長 拉美司 林參事 好 以上官員請備詢 好 四位司長都是我們邦交國所在的轄區 邦交國 我們22個邦交國 是不是都是WHO的這個會員國 司長 歐洲地區趙庭並不是WHO的會員國 拉美司 我們這個邦交國最多來政府市長 拉美司的國家 我們邦交國 是不是全部都是WHO的會員國 是 有沒有跟他們遊說 請他們在大會中幫我們說話 有 我們一直都有在做 每年的時候我們這個時間我們都有做同樣的動作 每一個國家你們都有召喚過 是 那今年有哪些國家可能幫我們發言 目前這個業務是由我們國際組織他們在同仇辦理 你們應該要積極因應 每一個 你要每一個幫你 我們22個就是我們的資源 要透過他們一樣在WHO幫我們發言 我怕你們沒有做 報告委員 我們都有一直重複在做同樣的動作 好 你拉美司有做 好 那個雅菲斯呢 那個三個非洲國家有沒有請他們發言 有的 好 都有聯絡過是吧 是的 好 國主司 許市長 幹部 這22個我們的幫教國 你都有同理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 控除教廷啊 對 我們都有規劃 我們每一年都有請幫 什麼規劃 你現在已經2月23號就要開會 我聽說 我們在做了 我們在做 你們在做了 我們在做了 好 目前為止 我們掌握有多少這個幫教國可能 甚至北美司有沒有跟美國那邊召喚過 北美司這個 北美司副市長 報委員 報委員 美國在我們參加WHO一直很幫忙 美國的亞太副處親 也希望說他們在努力 是的 美國對我們 努力 我們當然希望他積極的幫助台灣 甚至在這個會中幫我們發言 有 我們一直都有在請美國幫忙 不要到最後開完會 沒有一個幫教國幫我們在這個 這個會議中發言 那我就看你們到底有沒有跟我們相關幫教國 提出這個相關的要求 郭主持 這真的有做這個動作嗎 報委員 我們真的有做 21個幫教國 你都有一一的去商請他們 我們都是發通電 我們會有相關的指示出去 然後我們駐外的大使是不是都要請他們這個 我們駐外大使他們也會很負責任的跟駐代國政府去交涉 我希望 我們會做 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希望說 我們越多 就起碼一半的幫教國幫我們在WHA的這個會議上 幫台灣這個 受到這個秘書處的打壓 受到送後打壓 幫我們發聲 會 我覺得關切我們都會去做 好 那去年呢 去年有幾個幫教國幫我們發言 去年在這個WHA這個幫教國 我們每一年發生的數目都不一定 那麼去年的數目呢 我現在並不記得 但是每一年我們都有請幫教國幫我們發聲 那國家的數目是不一樣 結果很重要嘛 對 結果很重要 應該有十幾個國家 你說你們有努力 好 你 這個我希望 外交部是可以提供過去三年來 有多少幫教國在WHA的會議上 為台灣參與的不管資格也好 或者地位也好 或者權益也好 祝國發言 可以 我們可以提供 沒問題 謝謝 我再請外交部同仁請回座 請這個陸委會 師傅主委 委員好 國安會沒有召開 本行認為應當要召開 這個是牽涉到台灣主權被刻意的被矮化 好 當然兩岸協商機制是有它寂靜的管道 照理說重大的兩岸之間的一些爭議 或者議題都可以利用這個兩岸熱線 好 下次會跟張志君有沒有通過熱線 針對這個事情 在4月中旬的時候 就針對參與WHA這件事情通過熱線 那4月中旬還不曉得我們會 他們有一宗原則的彈書啊 他們會用這個2758號跟WHA的決議啊 好 我們收到是5月6號 我們還是寄到這個代表處 那我們正本今天收到了嗎 正本是寄給衛福部 正本收到了嗎 衛福部 是給衛福部 正本收到了 好 正本收到 好 正本內容也很清楚 那陸委會 下主委有沒有跟張志君 針對這個是表達陸委會的立場跟抗議 5月6號 也就是上禮拜五 我們收到國台辦跟我們的一些 就是溝通機制傳來的訊息 我們就馬上表達我們的不滿和嚴正立場 你跟誰表達 我們跟國台辦那邊 那國台辦 這強度不夠 你應該是由下主委親自撥落線給張志君 你這樣子破壞兩岸的這個關係 破壞兩岸的氣氛 為兩岸關係造成這個傷害 在4月中旬的時候 那個4月中旬還沒有針對這個WHA的邀請來 有任何的內容出來嗎 那個時候也有一些溝通 那個溝通是無意義的 就是說我說5月6號到現在 最起碼你今天你下主委 或者昨天第一時間下主委 就要跟張志君表示這個抗議 這個部分都有透過管道在溝通 該抗議的時候 該應的時候不應 好 時間到了 下一位請徐永明委員諮詢 有請衛藥部次長 然後這個 我次長 OK 好 我們衛福部的國際合作組 記者 許明暉先生 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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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5點38分釋放這個消息 可是6號晚上8點的時候 衛福部這邊收到消息了沒 我們沒有 因為 我知道你正本今天收到了 我是說 從代表處或是從任何管道傳來消息 在6號晚上8點 你們宣稱是尚未收到 我們有接到外交部告訴我們 有這麼樣一個事情 電話的 所以 幾點 7點 晚上7點的時候 是的 那你們那時候知不知道 這個蔡正元在臉書上已經釋放消息說 會拿到邀請函 可是內容是什麼 你們那時候知道嗎 那個時間點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想請問次長 次長 外交部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 大概也是禮拜五在下午5點多 5點多 那你們那時候有通知蔡正元嗎 沒有 那他怎麼會知道這個消息 我想請問外交部 你接到這個時候 你跟哪些單位通知知會 請那個國主事市長 報告委員 我們接到朱尼瓦辦事處 通知我們說 WHO發出來這個邀請函的時間 他們是先拿到銀本 這時候呢 他們是什麼時候拿到銀本 他們拿到銀本大概也是將近下午 就是台北時間是5點半 在日內瓦的時間差不多是早上的11點半 因為有6個小時的時差 是 所以你們收到 你們有拿到銀本 銀本有到你們手上嗎 銀本有到我們手上 那你們之後怎麼處理 銀本交給誰 我們拿到銀本之後 我們會先通知相關的部會 像這個案件的話 當然我們會告知 陸委會會告知衛福部 所以你們在晚上5點的時候已經拿到銀本 將近5點半的左右 5點半左右拿到銀本 蔡正元是5點38 我們會關心的是這樣 這本來是一個很重要台灣對外的一個失誤 可是後來當天晚上演變的 好像是台灣內部這個所謂藍綠之間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有個政黨的這個執行長先拿 雖然他是執政黨 他先拿到這個銀本 他甚至在放這個消息 對未來新政府的處理其實產生一定的壓力 所以我這邊有次長 我們這邊也有這個處長紀念 我想問的是說 這過程裡面 你們除了前面講給陸委會 什麼時候給總統 跟委員說明 我們收到之後 我們林部長當然就會跟國安高層馬上做報告 所謂國安高層有誰 國安高層當然也包括總統 所以總統5點半的時候也知道 總統什麼時間知道我並不清楚 但是部長有去跟總統做報告 所以那我想請問 那你們什麼時候通知民進黨 未來執政的民進黨 我們應該也是在同一天 同一天 幾點 這個幾點中我要再查一下時間 因為我們 什麼時候吳釗燮知道這個事情 同一天知道的 事實上是大概就是 我知道 應該也是在 你剛才講同一天 同一天的幾點 時間 應該也是在 蔡振元5點38分知道 在臉書上 所以他知道的時間一定比5點38分還早 那即將上任的新政府 吳釗燮幾點知道這個消息 應該也是在我們 誰通知他 我們林部長會跟吳秘書長做 對那次長我想請問 幾點通知吳釗燮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重要 未來即將要上台的政府 5月23號要派人出去的政府 幾點知道這個消息 像你們講的 你們5點多就知道這個事情 我想總統大概也在那個時間知道 蔡振元在那個時候放消息 你在台灣內部一個政黨 全部都知道這個消息 可是另外一個直將即正的政黨 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 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想我們是很快也通知了吳秘書長 因為我們跟那個 吳秘書長那邊的協調的平台一直都存在 就是在過去 所以你能講一個明確的時間嗎 部長什麼時候打電話跟吳秘書長講 吳秘書長什麼時候拿到這個銀本 吳秘書長拿到銀本的時間 我們請專人送過去 應該是6點多 6點多就拿到 應該是這個時間 所以你們有專人送去給 對 我確定 你們有專人送去給蔡振元嗎 沒有沒有 當然不會 所以他怎麼會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請專人送給吳秘書長 這個是肯定的 他是來自對岸的管道 還是來自這個 目前的這個黨政高層 給他的資訊 我們不曉得 那我想請問 市長這邊 其實之前我在外交委員會 不是應該是在經濟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也問過 WHA的狀態 你們另外一位次長 其實那時候大概一禮拜前 也放出說其實是樂觀 因為很多其他友邦在幫忙 可是你們在這個樂觀裡面 你們知道 有預測到 或是你們內部的沙盤評估 有想到說最後會有這個所謂 一中原則 所謂這個決議文的事情 當然我們從這個過去中國大陸的做法 我們是有這個沙板推演 可能會有矮化的動作 但是不確定 就是這個一中原則 市長我剛才要問的那個事情是 接到時間 因為這資訊不對稱 目前執政的政黨 會接到這個資訊 會放出這個消息 形成設定議題的能力 你們作為政務官 或是作為事務官 就算有些其實不一定會隨政黨輪替而改變 其實你們應該從中華民國的立場出發 吳釗燮如果 因為我這邊拿到的消息是 這個衛福部國際合作組的紀監 許明輝先生 你說你是晚上7點左右收到消息 你收到消息是來自外交部 不是直接來自內瓦 那你什麼時候通知 未來即將接任的這個部長 衛福部的新的部長 其實他還在你們那邊當次長啊 不 那個林準部長事實上已經在12月退休 那因為他現在在 在 他剛好 你們什麼時候通知他 因為我基本上在政權交替有一個交接的平台 所以你不會直接去通知他 所以他幾點會知道這個事情 這一點我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惡例 就是不同政黨之間資訊取得這個落差這麼清楚 然後當他又可以去釋放這個消息 設定這個議題 讓未來新政府在決策裡面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我相信也有很多委員關心 當然我 我願意相信這不是你們洩漏出去的 可是如果有高層 做這樣的政治操作 馬總統其實在5號晚上 像你們所講 對不起6號晚上5點多 其實他就接到這個消息 你們把東西傳給他 可是隔天他還在說 他要去繼續看這個事情 我們很擔心的是 當這個資訊不對稱的時候 執政黨可以用來做操作 來限縮 甚至影響到未來新政府參與 甚至跟對岸的關係 這個所有的詮釋權 在那個晚上全部都傾斜到另外一邊去 我想回到第一頁 就是今天我們的議題 我想是主席 招委確定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甘比亞我們有談 肯亞馬來西亞我們有談 可是我們略掉一個議題叫亞投行 財政部證實中國認為台灣並非主權的國家 需由中國財政部代為申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參加OECD鋼鐵委員會的會議 我們到中國打壓退場 所以各位從3月4月到5月 充之鳥的爭議這當然不一定跟中國職業有關係 可是WHA邀請函註記聯合國大會2758決議文跟一中原則 我們這邊有這個次長在這邊 我們也有國安會的 我們國安局的請 我們的國安會的副局長來 我想請問 請副局長 從345 這麼多事件 我們可不可以說這在我們的外交上面是結結挫敗 副局長 我想這個結結挫敗這個用詞可能太強烈了一點 但這些資訊持續都有進來 那麼外交部跟其他各部會一直在做相應的措施 所以你認為甘比亞跟中國副交不算挫敗 不是這個他已經斷交了有將近兩年多的時間 亞投行事件呢 亞投行事件現在一直都還在協調當中 那我們最近最新的資訊我們 OECD鋼鐵文會會議 遭中國打壓我們本來是觀察員後來被迫退出開會 這不算挫敗 我想他們打壓是存在的 WHA邀請安助記這個不算挫敗 副局長我要問的是說 這些事情一個月發生好幾次 一個月一個月來 三四五月 在政權交接前 很多人講說這本來就是打壓會來的 可是做一個副局長 我們這邊有次長 你們不會認為說這些事情本來就是可預測 我一直覺得OECD這個事情是非常可笑的 我們的位階比中國高 我們是個固定的觀察員 對不起現在不叫觀察員叫參與方 結果他是被邀請的貴賓 結果我們被人家趕出去 本來整個會議其實是要檢討中國這個 所謂過剩鋼鐵生產過剩傾銷的問題 結果我們反而是第一個被修理的國家 結果我回來說什麼 全部都說這事情跟九二共識有關係 全部跟說一中原則有關係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 WHA的事情 雖然是跟一中原則 中國的打壓有關係 矮化我們 可是我們到WHA副局長 國安會有沒有什麼策略 除了請友邦代為發言 我們在會場裡面有什麼抗爭的策略嗎 我們有什麼抗議的方法嗎 我跟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這一段時間政府各部會 持續都有召開各相關的會議 在因應這些狀況 您剛剛所有說到的狀況 政府各部門都有在因應 那麼甚至兵推都有做 而且都已經做完了 而且不是做一次 每一件事情可能在府方裡面 或在國安會裡面 都會討論到好幾次 副局長 因為我們的招委站起來了 我是覺得說 其實OECD這個事情 這雅頭狼的事情其實是一貫 也就是在政權交接錢 對外一定是給我們壓力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熱線不通 人們去溝通 不知道 九二共識到底有沒有用 你當然講你們做了很多沙盤的推演 我只講一個例子 就我剛才講的例子 為什麼一個政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會比未來的新總統 未來的總統府秘書長 未來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更早知道這個消息 而且可以在臉書放這個消息 你知道嗎 立法院大部分委員 都不是從你們的發言裡面知道 我們WHA邀請函的內容 我們都是從蔡振元的臉書知道這個事情 而且大部分人都相信這是真的 我相信不是你們洩漏出去了 可是如果利用這種時間差來做這樣的操作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不是有力量 在結合對岸 在打壓未來的新政府 我希望你沙盤推演的時候 未來能把這一點加進去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不在 吳志揚委員不在 蔣乃馨委員不在 李彥秀委員不在 簡東銘委員不在 孔文吉委員不在 羅明財委員不在 羅明財不在 蕭美琴委員不在 徐真衛委員不在 嚴寬恨委員不在 嚴寬恨不在 嚴寬恨不在 鄭運鵬委員不在 鄭運鵬不在 林德福委員不在 林德福不在 好 我們本次會議 有委員林維州 吳志揚 林俊憲等 提出書面質詢 請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也請相關單位 在兩週內答覆 那麼委員口頭質詢 來不及答覆的部分 或要求補充資料的部分 也請我們相關單位 在兩週內以書面提供 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 散會 一 場面向 有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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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場面向 選擇 向 選擇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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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